那,这是什么炸裂剧情,身为总裁的白月光却爱上自己的替身,圈里人人皆知苏毅诚只是顾寒舟养在家里的替身金丝群,跟在霸总身边一年多,他温顺卑微,任劳任怨,殊不知这一切皆是假象,而那个霸总心中的白月光,却在第一次见苏毅诚时,便向他告白了,并教中犬舔狗白月光,vs,冷静理智眼疾一流替身,当白月光爱上替身,霸总就只能注定沦为炮灰,一年前,苏毅诚因为长了一张酷似霸总白月光的脸, 便被霸总看上,为了支付母亲高为医药匪,他在霸总的威逼力右下不得不签下提身契约,一年来他兢兢业业扮演着白月光的提身,并装作爱霸总爱的死心塌地的模样,完美的演技骗过了所有人,而说起那个霸总心中渴望而不可及的白月光裴素月,可谓是人如其名,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高铃之花,霸总在他身边都甘当甜狗,这天顾家别墅,霸总顾寒舟正死死掐着苏毅诚的脖狗,原来是苏毅诚不小心将白月 光送给他家的青玉花瓶打碎了,身为替身却将正主的东西打碎,可把顾寒舟气得不轻,一字一句地斥责道,苏毅诚,你以为你是谁,你只是速速地替身,没资格碰他的东西,说完便狠狠地将苏毅诚甩在地上,顿时苏毅诚双眸通红,生理泪水夺框而出,先生,我真的不是故意的,下次再也不会了,顾寒舟则居高临下地望着他,警告他下不为例,就在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,原来是顾寒舟的弟弟顾清舟,哥,好 好消息,裴苏月明天要回国了,顾寒舟本犯着寒意的眼眸瞬间变得有五,真的,太好了,我要为素素办一场盛大的接风宴,而看着一旁楚楚可怜的苏毅诚,顾寒舟皱了皱眉,素素回国,这人可是最大的麻烦,要怎么处理他的去处呢,顾清舟却十分厌恶他事,嘲讽让他赶紧走,苏毅诚没有理会他,而是伤心地看着顾寒舟,先生,说好的两年,这才一年,我母亲也还在医院治疗,你真的要我走吗,看着他这幅仿佛要被抛� 顾寒舟微微一愣,素毅诚这么爱他,如果离开了他,大概会活不下去吧,想到这他叹了叹气,同意让素毅诚继续留在这里,但同时也警告道,绝对不能让素素知道他俩的关系,我知道了,先生,素毅诚乖巧地点头,却在两兄弟消失的片刻变了脸子,只见他抽出准备好的手绢,缓缓擦拭着受伤的手腕,怎么办呢,白月光突然回骨,不好玩了呀,总把他当替身,谁曾想白月光只想当他的田狗,为此不惜半夜爬上他的床, 当白月光爱上替身,霸总只能孤独终了,话皆上级,素毅诚也没想到白月光会这么快回骨,这一年里他用顾寒舟给他的资金开了一间小公司,目前还在起步阶段,他实在太缺钱了,所以这份替身工作暂时还不能丢,于是他故作可怜,成功让霸总让他以助理的身份留了下来,一日,顾寒舟早早来到了机场,想着等会就能见到多年未见的裴素月,他高兴极了,没一会只见人群中出现一道身影,那是一个宛如漫画中走出来的校草, 美得直叫人一不开眼睛,顾寒舟第一眼就看见了他,素素,欢迎回国,听说你要回来,大家特地为你准备了一场接风宴,说这话时顾寒舟嗓音是前所未有的温柔,寒舟哥,好久不见,裴素月微微笑着,一双瑞凤眼上下打量着他,以往裴素月的眼中从未有过任何人,更不会去注视谁,如今却这样专注地看着他,顾寒舟感应欣喜,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,他总感到有点不自在, 寒舟哥,这次我是专程为你回来的,你欢迎我吗?顾寒舟还以为素素终于要接受他了,整个人高兴极了,体贴又绅士地打开车门,沉浸在幸福中的顾寒舟丝毫没有发觉裴素月正死死盯着他,那眼神中有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妒忌,此时的酒店内,素艺诚正站在角落里拿着甜点,大家都知道他只是一个赝品,没人搭理他,素艺诚也乐得自在,但总有人看他不顺眼, 顾寒舟恶意地推了推他的胳膊,警告他等会十项点,也在素素面前说些不该说的话,素艺诚是真的不想搭理这个幼稚的顽固少女,明明都十八岁了,还跟十岁小孩一样幼稚,但为了钱他又不得不演下去,毕竟替身也要有替身的职业操守嘛,于是故作低落地表示不会给先生添麻烦,突然宴会四周响起一阵阵惊叹声,原来是裴素月来了,素艺诚也难免好奇地观察了一眼,这就是顾寒舟心中念念不忘的白月光,顾寒舟见状讽� 你再爱我大哥,一举一动都模仿素素,但他还是从不碰,知道为什么吗?素艺诚立马入戏,脸色苍白正正地不说话,内心疯狂吐槽,为什么?因为你大哥不行,因为你就是个赝品,你不配,顾寒舟恶意地在他耳边低语,而裴素月这边却是众星捧月,周围的人都在撮合他和顾寒舟在一起,其中一人突然指向素艺诚的方向,素素,也许你应该认识一个人,他呀自不量力,真是应了那句成语,东施笑评,话虎泪犬,此话一出 顾寒舟脸色微了,阴沉地盯着苏以诚后背,苏以诚顿时如芒在背,真是怕什么来什么,又是考验演技的时候,他长叹一口气,迅速进入状态,装作无所适从的模样,缓缓伸出手,你好,我是苏以诚,顾总的私人助理,裴素月眼神亮了亮,迅速地将手擦干净,你好,苏以诚,我是裴素月,握手的瞬间苏以诚愣住,裴素月的手在颤抖,并且还趁众人不注意摸了他一下,纵然感到不对劲,但他还是得实施 一直刻刻保持自己的人设,只要顾寒舟不提出结束,他就一直演,毕竟现在他的公司还需要这份钱周转,害怕事情败露的顾寒舟坐不住了,走上前来借口要将他支走,说完还不忘瞪着他,眼中不乏警告地以为,我知道了顾总,我现在就去,苏以诚缓缓转过身,似乎伤心极了,心里却含泪想着,等会要去吃三斤小龙虾犒劳自己今天的演技,等一下,裴素月突然叫住了他,这霸总心中念念不忘的白月光, 但背地里他却是霸总为眼中钉,肉中刺,只因霸总身边那个替身是他深爱之人,当心爱之人沦为自己的替身,他要如何才能将人从霸总身边抢回,霸街上级,眼见苏以诚要走,裴素月意识慌了神,等一下,此话一出顾寒舟疑惑地看着他,裴素月只好说是不想让人提前离开他的街封面,白月光好不容易有的要求,顾寒舟怎么可能拒绝,于是他转头便让苏以诚留下来,苏以诚急了,他实在不知道裴素月留他作甚, 莫非是想要给他来个下马威吗?虽然很想撂挑子狗,但架不住霸总钱多呀,他只好继续演戏,对霸总为命是从,看着苏以诚对顾寒舟那副深情缓缓的样子,裴素月看向顾寒舟的眼神里就多了一亩急恨,他担心顾寒舟也喜欢上苏以诚,于是试探地问道,寒舟哥,你还是当年那个没有变心的寒舟哥吗?得到肯定回答的裴素月简直高兴快,而另一边的苏以诚正在为没吃到小龙虾郁闷,突然咔嚓一声引起 她的注意,看着裴素月慌慌张张地收起手机,苏以诚正住了,她这是被偷拍了,不过偷拍情敌,而且还是偷拍自己的替身,这是什么操作?苏以诚表示实在不理解这白月光的脑袋物,不想继续待在那的她起身往洗手间走去,离了宴会厅苏以诚顿感放松不少,突然咔嚓一声,门从外面打开了,走进来一个她意想不到的人,苏苏终于可以和你单独相处了,裴素月深情地望着她,苏以诚还以为她是发现了自己替身的身份,来警告自己的,下意识地后退了一 苏苏,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?裴素月见她丝毫没认出自己,心中不勉难过,而苏以诚是真的对她一点点印象都没有,但她觉得她那副表情不像作假,特别是那可怜的眼神,活脱脱就像自己抛弃了她一样,她实在看不懂裴素月来找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,或许是看出了苏以诚的疑惑,裴素月开门见山道,你真的很喜欢顾寒舟吗?听到这苏以诚立马来的精神,她误会裴素月是来给她下马威的,可她一年的戏也不是白眼的,于是她迅速酝酿情绪,将自己� 入到卑微替身人设中,下一秒眸光泛红地解释自己只是顾先生的注意,其他的一点关系都没有,裴素月知道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,连忙上前握住她的手,表示知道她和顾家的种种,还有她受的委屈,但这些话在苏以诚听来却是认误,裴素月对顾寒舟念念不忘道找人监视他们的地步,苏以诚实在太震惊了,她转身就想离开,却被裴素月一把拽了回来,苏苏你不要走,你就那么喜欢她吗?是,没错,我深爱顾先生的钱,当然最后两个字她是万万不敢说出来的,得到确切 回答后,裴素月整个人阴郁不已,苏以诚见状安慰了她两句,转身就朝门外走去,却不料下一秒整个人就被裴素月拥入怀中,顾寒舟对你一点都不好,不仅不珍惜你,还脚踏两只船,哪值得你如此死心塌地跟着她,她凭什么得到你的爱?凭什么?裴素月越说越激动,毕竟她等了苏以诚那么多年,却被人截足先登,她嫉妒的就快发狂了,苏以诚只觉头皮发麻,她实在是被这一顿操作整磨了,这家伙究竟在说什么?绿茶的对象 搞错了吧?苏以诚直接将她推开,目光警惕地看着她,你究竟有什么目的可以明说,何必跟我玩茶医大师这套?裴素月见状也不敢再冒进她,小心翼翼地伸出手,不知该如何开口,突然,苏以诚在往后退的时候不小心被东西搬走,整个人朝后仰去,那一瞬间,裴素月立马冲了上去搂住她的腰,两人一同倒了下去,由于靠得极近,苏以诚还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清冷香味,就在苏以诚想要推开她时,几道脚步声传了过来,大门紧随气候被人打开了 月光入住顾家第一件事,竟然是半夜爬替身的床,上集说到苏以诚和裴素月双双摔倒,就在两人不知所措时,卫生间的门开了,苏以诚听出了来人证实,陆氏集团二少爷陆明晨,这人因为看不惯她,所以没少在顾家欺负她,今天抓到替身和郑主同事出现这个大八卦,陆明晨就对她极尽羞辱,听着外面传来的嘲讽声,苏以诚眼眸低垂,好似为此伤心不已,裴素月见状太气势,轻轻地捂住她的耳朵 不要听,苏以诚一时间愣住了,她实在看不懂这家伙在想什么,为什么做的事都那么让人难以理解,不一会门外便没了声音,苏以诚顿时松了一口气,随后猛地将裴素月推开朝外走去,看苏以诚如此生气的模样,裴素月也急了,下意识便想去拉她的胳膊,没想到还没碰到就被甩开,苏以诚转身警惕地看着她,你接近我到底有什么目的,裴素月见她还是不相信自己,连忙将定制好的相识,掏了出来,苏苏,我喜欢你很多年了,我如今所有的成就,都是为了能有资格站在你身 这次回国也是为了能,说着说着她就单膝跪了下来,请求苏以诚跟她一起走,不来的变故是苏以诚万万没想到的,她内心就快抓狂了,这白月光也太会演了吧,为了套取消息,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,让她这个自虚影帝的人都差点漏心,且不说现在她还有顾寒舟的协议在身,就算没有,她也不认识裴素月啊,这哪跟哪啊,苏以诚是彻底弄圈啊,但她还是有职业操守的,就算不爱顾寒舟,也得装出来,于是她垂了垂眼部,不做歉意道,对不起,我只 爱顾先生,今天的事情你不要告诉顾总,说罢便毫不留情地转身于去,轻而听见心爱之人说爱他人,裴素月紧握双手,眼神淋漓了许多,回到宴会厅后她就向顾寒舟提出想去顾家住,白月光好不容易有个要求,顾寒舟怎么可能拒绝,一口答应了下来,但她脑海中却不自觉,浮现出素以诚的身影,看着手中的红酒杯,顾寒舟不由地想起了素以诚刚来顾家的样子,那时候的她天真烂漫,可后来为了讨好她,却变得唯为懦懦,逆来 顺受,久而久之她就罚了,这边素以诚再次回到宴会厅时,便隔知了裴素月即将住进顾家的消息,她直接压麻呆住,那你,那家伙要住进顾家,她突然就觉得后背发凉,而顾寒舟看着她那副极不情愿的名,也怒了,你别忘了你只是素素的替身,什么不该说的别说,否则你知道我的手段,素以诚内心抓狂了,她是真想删这霸总两里头,这人脑子有问题吗,还没和她这个替身解除协议呢,就让白月光住进来,真的不怕阴沟里翻船吗,看来霸总心中她 还真傻也不是,很快到了晚上,顾寒舟带着裴素月及一众好友回到顾家别墅,她颇不及待的,想要询问素素喜不喜欢她准备的卧室时,却发现素素消失了,而她不知道的是,此时的裴素月早就溜到了苏一辰房间,苏一辰正在换衣服时,被身后开门的声音吓了一跳,等她看见来人时,当场就想骂街了,只见裴素月正悄无声息地靠在门边,凝视着她,霸总撞见白月光和替身同处一事时,又会是怎样的修罗场,上集说到裴素月趁众 这种人不被偷溜到苏一辰房间,这可把苏一辰下了一大条,你不去看你的新卧室,跑我这儿来干什么,你可别说千方百计住进顾家,是为了我这个小提升,裴素月见状立马开始表忠心并甩播,表示确实为她而来,但住进顾家这个主意是顾寒舟提出的,她可不敢自作主张惹苏苏生气,话里话外就差明说,顾寒舟是吃着碗里的,看着锅里的渣男,苏一辰一时间五味杂陈,裴素月说的没错,顾寒舟那种自私的人,根本不会把她放在眼里,她倒 要是拿钱演戏,没觉得有什么,但在其他人眼中,顾寒舟的这种行为确实像在伤害一个深爱她的人,而裴素月也好像真的处处在为她着想,这让苏一辰有点犯难,该怎么回复这白月光呢?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了起来,素素,你怎么在这儿?苏一辰脸色微变,原来是顾寒舟正站在门口凝视着他们,幸好裴素月立马反应过来,借口四处走走,顺便和苏苏打个招呼,以后好多多关照她,顾寒舟当然不会怀疑她的话,但她担心苏一辰对裴素月说了 什么不该说的,于是等陪素月走后,顾寒舟走上前捏住素一辰的下方,质问她有没有乱说什么,得到素一辰的保证她才放下心来,但看着素一辰那副委屈受伤的神情,她又觉得无比有趣,这副样子就像被拔掉锐刺了玫瑰,有股破败美,看着顾寒舟那越来越变态的眼神,素一辰瞬间冷汗直冒,借口肚子痛火速溜了,而顾寒舟看着那紧闭的房门,露出一抹邪笑,虽然现在白月光回来了,但是对于素一辰她暂时并不 露出一抹笑起,另一边陪素月并没回房间,而是一直在等呼寒舟离开,深夜,素一辰正在和周公约会时,便感觉到身后有股热源靠近,整个人似是被人拥进了怀中,紧接着抚摸她的脸颊和耳朵,素一辰难受得醋了醋眉,缓缓睁开了眼睛,顿时吓了她一跳,几乎下意识地就把身后之人踹了下去,她迅速打开台灯,看着地上的陪素月怒斥道,你怎么在我床上,陪素月缓缓抬起头看着她,眼含泪光,苏 苏,我太喜欢你了,我忍不住想和你待在一起,看着陪素月那像是被自己欺负了的样子,苏一辰就气不打一出来,你是不是有病,我说了我不记得你,也不信你说了,你能不能不要再纠缠我了,但陪素月就好似没听见事了,抱着枕头一步一步靠近床边,苏苏,既然你不离开顾家,那我就来陪你,我想抱抱你,说吧便靠了过去,苏一辰一时间没有抵挡住,被她抱了个满怀,看着陪素月一直在蹭她的脸,苏一辰瞬间头皮发麻,下一秒一个巴掌直接呼了出去,陪素月, 你别太过烦,苏一辰气呼呼地指着她,而陪素月却看着她这副模样更加兴奋,直接将脸贴上去蹭了蹭她的手指,询问她手疼不疼,苏一辰被吓得连忙收回手,往后退了紧,防止她再次靠近,你是狗吗,这么喜欢咬别人手指,而陪素月却没觉得不好意思,大大方方地表示她就是苏苏的专属小狗,因为小踢身的她,却让霸总白月光念念不忘,甚至还为了夺得她的欢喜,扬言要当她的一条狗,这是什么炸裂发言,小踢身表示只想远离这封踢 一方,对于陪素月这夜袭相仿,还表示要当她终权的军,苏一辰只感到一阵头疼,她也懒得再装下去,醋了醋眉,冷冷地推开她,哪有人尚感觉要当别人的王,陪素月,收起你那套,你明知我与顾寒舟的关系,而且我爱她,还用这种恶心的眼神看着我,不就是为了套我的话吗,我才不会上当吗,陪素月知道她不相信自己,失落极了,苏苏,就算你爱她那又如何呢,顾寒舟配不上你,我要的不多,等你不爱她的时候,分一点点给我就好,我只想晚上待在你身边,不会被人家 一不准被人发现了,看着陪素月那身形,痴迷的眼神,苏一辰皱了皱眉,她记忆中并没有过这人的一丝一毫,更不知陪素月是从何时盯上她的,纵使如此,她还是拒绝了陪素月的爱你,但她小瞧了这白月光的脸皮程度,好似根本没听见她拒绝的话一样,可怜巴巴地看着她,表示自己只需要睡地上就可以,保证不打扰她睡觉,见打也打不走,骂也骂不走,苏一辰无语了,怕再闹下去会对顾寒舟发现,苏一辰只能妥协,并且要求约 一不准被人发现,二不准没有她的允许上床,三不准碰她,四不准咬人,陪素月当然一口答应了下,开玩笑,只要苏苏答应她留在这里,一万个条件她也会答应,看着陪素月那灼热的眼神,苏一辰忍不住擦了擦汗,哎呀呀,她这是惹上了什么神经啊,苏一辰睡觉时,陪素月就在床前看着她,这明晃晃的眼神让她根本睡不着,忍无可忍的她直接坐了起来,扔给陪素月被子和枕头,咬牙切齿道,不要再盯着她看了,自己打地铺睡觉去 陪素月这才消停,一日,陪素月率先醒了过来,为了不被人发现,她只能早早回到自己的卧室,临走之前她还不忘给苏苏盖上被子,再来个早安稳,所以等苏一辰醒来时,房间里早已没了陪素月的生命,她到底想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呢?苏一辰始终不紧,而等她收拾好,下楼准备早餐时,却发现陪素月早已帮她准备好,还说只有自己的那份早餐是她亲自做的,苏一辰有点猛,就在这时顾寒州他们也下楼了,早餐时顾寒州吃了几口便发现 她质问苏一辰,为什么今天做的和以往不一样,让她去重做,就在苏一辰尴尬尬无比之时,陪素月的声音响了起来,寒州哥,你那份早餐是我做的,你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吗?正为霸总心中的白月光,却为爱霸总身边那个小替身,当白月光翻身成主角,霸总只能沦为工具人,看绿茶丰批美人如何步步攻略小替身的心,话皆上级,悟寒州想要刁难苏一辰,便借口东西不好吃让她重做,却遭到白月光陪素月的反问,寒州哥,你是对我给你做的早餐有 有什么不满吗?这可把顾寒州整尴尬,不知如何回答,周围人见状纷纷开口紧,素素亲手给寒州哥做的肯定好吃啊,哪像我们都没福气迟到,听着耳边源源不断的马屁声,苏一辰实在忍不了了,呼呼笑出了声,这突来的笑声太过突兀,顾寒州认为她在嘲笑自己,阴沉地看向她,有什么好笑的吗?没,没有,苏一辰转头低语道,众人看着她肩膀一抽一抽的,还以为她是被责骂忍不住伤心夫妻,可实际上苏一辰只是憋笑憋的, 肩膀忍不住抽抽,一旁的陆明晨见状嘲讽道,丑小鸭就是丑小鸭,永远也变不成白天鹅,某些人就是脸皮厚,郑主都回来了,还赖在这不走,这番明晃晃的讽刺,在场的都知道说的是谁,心上人被羞辱,裴素月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阴雾,好在顾寒州及时出面打断了这一切,好了,都少说话,多吃饭,这才安静了下来,苏一辰嚼了下嘴里的牛排,不禁望向裴素月,这七分熟完全是她的口味,难道这家伙还特意了 她的喜好吗?裴素月见她看向自己,高兴饭了,朝她做了个Wing的表情,早餐后众人商议去哪来时,顾寒州却接到了一个电话,顿时脸色铁青起来,原来是她的公司正遭受一股不明势力的攻击,股市面临跌停风险,必须要她回公司解决,顾寒州只好匆匆离开,顾寒州一走,裴素月便借口身体不舒服,拒绝了出去玩的要求,偌大的顾家顿时只剩下她和苏一辰两次,看着苏苏起身收拾碗筷,裴素月连忙上前� 只见还不经意蹭了蹭她的手心,想着苏一辰每日都得伺候那一堆废物,裴素月就难免心疼,苏苏,你没必要那么辛苦,顾寒州对你一点都不好,苏一辰却觉得没什么,毕竟她又不是免费干活,不做做家务,怎么对得起爸总给的工资,裴素月却表示她的事就是自己的事,要不要帮她解决掉那个陆明晨,苏一辰拒绝,并表示她不喜欢多管闲事,自作主张之人,裴素月这才作罢,然后她便在苏一辰的指挥下,将碗筷,座椅全部收拾干净,� 不由的感慨,大家眼中的白月光如今却任由她拆解,不得不说,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,让她不由的想起了从前顾寒州对她的百般羞辱,说她如何如何不如裴素月,可如今他们口中高冷金贵的白月光,却上赶着当她的狗,看着裴素月上赶着讨好她的名义,苏一辰心情好极了,她揉了揉裴素月的头发,默得俯下身笑道,真乖,你想要什么奖励,对裴素月的步不景低,苏一辰怒扇白月光,得知心上人被养的替身打了,爸总又会如何惩罚她,话 看着裴素月一副讨好的模样,苏一辰顿时来了逗弄她的心,你想要什么奖励,看着苏苏近在咫尺的脸庞,裴素月目光痴迷地看着她,想亲密,苏苏,苏一辰断然拒绝,裴素月见状失落极了,苏一辰看着她眼中流露出来的痴迷,眉头皱了皱,她还真是低估了这白月光,演技方面都快赶上她了,要不是她在顾家待的这一年半,看清了很多东西,说不准会被这人骗了,于是她推开裴素月,冷冷道,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行,还有别用那种 眼神看我,我觉得恶心,说完这番话苏一辰就打算起身离开,谁曾想下一秒手腕便被紧紧抓住,随后就被禁锢在沙发上,苏一辰脑了,你做什么,放开我,裴素月则是用行动回复了她,感受到脖梗处传来的刺痛,苏一辰睁大了眼睛,她没想到竟会被咬,看着裴素月还在装可怜,说着让自己不要讨厌她的话,苏一辰就火大起来,忍无可忍的她手随心动,直接扇了上去,大声怒斥道,你到底想做什么,顿时裴素月半边脸红了 但她一点都没生气,还表示只要苏苏高兴,想怎么对她都可以,苏一辰无语了,这人怕不是真的有病吧,看着裴素月越来越变态的眼神,苏一辰炸毛了,一把将她推开,捂着脖子站了起来,对着裴素月就是一顿脖碎输出,由于动静太大,很快就将管家和顾青州引来,面对顾青州的质问,苏一辰只能尴尬地表示,不小心把东西碰到了,裴素月也在一旁复合,顾青州明显不幸,突然她眼神一脸,看着裴素月发红的脸颊,她怀疑是被人打 见状裴素月立马上前岔开话题,询问她为什么这么早就回来,苏一辰这才借口不舒服,快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,回到房间苏一辰便对着镜子检查了一下伤口,幸好并无大碍,只是疼了点,她就当被狗咬了,只是想起裴素月的所作所无,她还是气得快爆炸,她实在难以相信众人眼中白月光,怎么会看上她这个寂寂无名的小屁身,肯定是为了顾寒舟在套路她,只是这手法未免太离谱性,当夜裴素月准时来到苏一辰的房间,当拿出被子,身后便响 想起吃笑声,裴素月,你没事吧,顾寒舟给你准备了最豪华的主卧园住,天天跑来我这打地坡,苏一辰说话的时候,裴素月就乖乖地铺好了床,听到她的话后立马发生忠实的狗,表示金窝银窝,不如苏苏给的狗窝,苏一辰白眼都快翻上天了,她发现越理这人越来紧,所以懒得理她,只是警告她不准趁自己睡着了上床,随后关灯睡觉,裴素月看着她的背影,喃喃道,遵命,苏苏,一日清晨,顾寒舟加班回来了,苏 不料下一秒一只手向她席卷来,啪的一声在客厅响起,苏一辰被打得有点发麻,苏一辰,你就是这么照顾素素的,见苏一辰因自己受罚,裴素月会如何报复罢党,两人的过往也首次揭晓,苏一辰能否想起她,上集说道,顾寒舟得知裴素月被苏一辰打了,怒不可遏地就给了苏一辰一巴掌,突来的变故让在场的人都愣在了园里,身后的裴素月更是钻紧的囊单,眼眸似是夹杂着暴风雨般盯着顾寒舟,顾寒� 下一秒更是粗暴地将苏一辰拽到别墅外,无比狠利地说道,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,你不过只是素素的替身,什么时候才能认清自己的位置,怎么素素回来了,你急着她了吗,居然还敢动手打她,谁给你的胆子,你给我记住,只要素素在,你就永远比不上她,你马上去给素素鞠躬赔礼道歉,我就放你一马,我不去 苏一辰捂着脸,难得地违抗起来,顾寒舟快气炸了,毕竟苏一辰以往都很听话,是自己说一,她从不敢说二的性命,这次竟然敢反抗,这让顾寒舟觉得权威被挑战了,她捏住苏一辰的下巴,好啊,那你就一直在这站着,直到认错为止,说完便转身离去,顾寒舟回到大厅后,裴素月便得知了苏一辰被罚战的事,下时间她看向顾寒舟的眼神充满的憎恨,顾寒舟并没发觉她的变化,上前关切地询问她脸 还疼不疼,裴素月笑了笑,情不自禁地俯上了脸颊,开玩笑,怎么会疼,这可是苏苏赏她的,喜欢还来不及呢,顾寒舟看她是真的不介意,便着急去处理公司的事了,顺便也把顾清舟一起带走了,顾寒舟一走,裴素月的脸立马冷了下来,顾寒舟,你对苏苏的每一分不好,以后我都会让你加倍偿还了,入夜,裴素月趁众人睡着偷偷跑出来,看着独自站在月下的苏一辰,她上前拉住她的手腕,苏苏,别碰我,苏一辰一把� 苏苏和厌恶,裴素月,别来恶心我,一边讨好我,一边还不忘去告状,两面三刀的很有意思吗,如果你只是想让顾寒舟厌恶我,那你目的达到,可以滚了,眼见苏苏误会自己,裴素月急了,连忙开口解释事情不是她做的,苏一辰却不相信,以为她还在演戏,声音逐渐冷了下来,不是你还有谁,你现在这幅假惺惺的做派真叫我觉得讨厌,你喜欢顾寒舟就把心思放她身上,别费尽心思戏弄我,我只是一个无名小责,不需要你惦记,以后离我云, 我不想看见她,看着苏一辰如此厌恶的神情,裴素月双眸顿时红了起来,上前将苏一辰揽进怀里,喃喃地叫着她的名字,苏一辰一时挣扎不开,气得脸都红了,放开我,裴素月,话音刚落她就感觉一滴泪落在了领口,转身一看惊住了,我去,裴素月这是被她说哭了,难道真的冤枉她吗,裴素月没管她是什么神情,再次趴在她肩膀上哭泣,苏苏,你生气打我骂我都可以,就是不要讨厌我,好不好,苏一辰眉头紧撞,如果 这人饰演的,那演技也太高超了吧,但事情在闹下去,恐会被人发现,苏一辰只能语气缓和下来,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我好,那就赶快回去,别给我添乱,顾寒舟只是罚我罚站,等她消气就没事了,裴素月失落极了,她知道苏苏只是为了安抚她,并不是相信她,但还是听话的走了,苏一辰望着她的背影,不禁觉得她像急了一个人,那个她曾经在校园里救过的一个少女子,她总的报应来了,为了给苏苏出气,裴素月略失小计,让爸总从楼上滚了下去造成重伤,话间上级,看着裴素 苏一辰离去的背影,苏一辰感觉她像急了一个人,那个曾经在校园被她救过的一个,被霸凌的少年,凑巧的是那个少年也姓裴,不过不叫裴素月,少年时期的苏一辰,个性张扬,极恶如仇,也算是一方笑靶,所以当见到那么多人欺负一个少女子,她直接出面表示这少年她照了,谁也不准动,之后那少年未报恩,当了她一段时间的小跟班,不过没多久,她家中就粗糟变故,母亲换爱,父亲入狱,她不得不辍学出来打工了,所以和那少年也没了联系,经历这么多变 她的性格也变成了如今这般凝人,另一边裴素月刚回到大厅,就接到了一通来自国外的电话,瞬间眼底阴郁无比,原来来电之人是她父亲,刚一接通,就传来了裴素疯狂的咒骂声,逆子,你要关你老子多久,要把老子关死吗?大逆不到的东西,是想谋害了你亲爹吗?面对怒骂,裴素月并没生气,只是微微醋了醋眉,一脸笑一道,父亲怎么能这么想呢?这世上没人比我更爱你吗?所以父亲乖乖听话,把我布置给你的作业做完,不做完,或者打工了。 打不到麻烦,就不可以吃饭睡觉哦,这些都做不到我怎么敢放你出来呢?我这可都是跟您学的呢。说吧裴素月便没管对面传来的怒骂声,直接挂断了电话,也在这时外面的天气骤变,一道惊雷后便吓起了瓢泊大雨,想着素一辰还在罚站呢,她就担忧不已,顾寒舟此时也同书房走了出来。素素,你怎么了?裴素月见状询问道,外面这么大的雨,不让素素回来吗?顾寒舟有点不难,不过就是一场雨罢,再说她做错了事就该罚,你也早点休息吧。说完就打算下楼 丝毫没注意到裴素月,此时看向她眼底的冷漠,裴素月微微伸出脚,顾寒舟没有注意到,顺势就被绊倒,当即从楼梯上滚了下去,酷来的剧痛,让顾寒舟感觉身体都仿佛不是自己的,不知是不是错觉,她好似看到了,正站在楼梯上,一脸幸灾乐祸的裴素月,由于动静太大,顾清舟很快走了出来,大哥!裴素月也只好秒变无辜白莲花,一脸担忧地看着顾寒舟,那表情就差快哭出来了,而裴素月这一举动,也打消了顾寒舟 看来素素还是很担心她的,刚才肯定是看错,随后缓缓闭上了眼睛,很快救护车就来了,素艺诚诧异地看着前方,什么情况,顾寒舟怎么进医院了,不知何时裴素月也来到了她的身后,江峰衣披在了她的身上,素素,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,开心吗?素艺诚不可思议地看着她,顾寒舟的事是你做的,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?裴素月撑着伞,笑了笑,她让素素伤心了就该受划,我下手知道轻重,而且是她自己眼下不看路摔倒的,又关我什么? 什么事?我就是见不得她欺负你,下那么大雨还让你站在外面,她太坏了,素艺诚无言以对,你就这么信我了,不怕我告发你吗?裴素月则表示她的一切都是素素的,素素有权处置她,所以她并不怕,素艺诚一时半会也看不住,这人是否是真的演戏了,难道裴素月真的喜欢她?可能是淋雨淋得太久,素艺诚忍不住打了个喷嚏,裴素月着急坏了,素素,你额头好烫,好像发烧了,说完便将伞递给素艺诚,素艺诚一脸猛,还没反应过来时,双头一脸� 一张脚就离地了,她怒斥道,裴素月,你又在发什么疯?裴素,对不起,我来得太迟了,素艺诚到底经历了什么?竟让白月光裴素月如此心疼,化街上级,发现素艺诚发烧后,裴素月立马让人把车开了过来,车内她小心翼翼地给素艺诚擦拭着脸颊,由于高烧的关系,素艺诚上车后一直迷你呼呼的,裴素月心疼坏了,她不知道为什么素素会变得这么容易被人欺负,为了让素素做得舒服一些,裴素月将她揽进怀中,看着她驳梗处� 她是真想重新标记一次,一日清晨,素艺诚才悠悠转醒,她听见耳边传来通话声,我现在在外地,寒舟哥要好好休息,裴素月挂断电话,就看到素艺诚醒了过来,她连忙上前用手背测了测温度,苏苏,你终于退烧了,看着裴素月认真的神情,素艺诚促了促眉,自从想起那个少年后,不知为何,再看到裴素月就有种奇怪的感觉,特别是看到裴素月眼下的那颗红质,她总觉得似曾相识,于是她反反做了起来,质问道,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?也许 是吧,裴素月并没正面回答她,只是递给她一杯水,素艺诚见状语气也冷了下来,也许是什么意思,既然见过,为什么不能说出来,你这样很难让我相信,裴素月则是低着头,敏唇不说话,那些肮脏不堪的过去,她怕说出来弄脏了苏苏的耳朵,如果苏苏不记得了,那就永远沉风下去好吧,毕竟如果没有苏苏,她不过是泥潭里的一条流浪狗吧,是素艺诚的存在,才成就了如今的裴素月,素艺诚自然感受到了裴素月看向她的目光,不由地扯了扯� 你能不能不要用这么恶心的眼神看着我,我实在捣不懂,顾寒舟他们对你那么好,你为什么偏偏跑来伺候我,裴素月笑了笑,表示他们和她没有关系,她只关心苏苏的想法,苏以诚无语了,她要是相信裴素月的话,那母猪都会上树了,裴素月丝毫不在意她冷淡的态度,热情地投喂她吃东西,在她眼里苏苏吃东西的样子也是非常可爱,可爱到她都想拍下来,然后放进苏苏收藏室里,吃完东西后苏以诚回归正题,询问她布寒舟那边要怎么交代,先让她在医院 该几天好了,刚才打电话来都不问问你的情况,要不是楼梯太矮,真想让她摔个钟声残疾,看着裴素月亲冷外表下隐藏的恶意,苏以诚心惊不已,如果顾寒舟知道她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如此清楚,恐怕会彻底失望了,裴素月则表示毫不配,她只在乎苏苏的看法,苏以诚垂眸,她和顾寒舟约定的协议期还没到,如果她先婚约,以顾寒舟那自私不可一世的脾气,一定不会轻易放了她,所以她让裴素月不要在她身上花心思,她不可能离开顾� 不可能离开顾寒舟的,裴素月轻笑道,那我陪你,你知道我和你长得并不像,但顾寒舟为什么还是选我做替身呢,苏以诚抬眸望着她,裴素月一副了然云胸的表情,我当然知道,因为我笑起来像苏苏,苏以诚错了,对于裴素月的脑回路,她是万分不及,哇,你搞错主次了吧,哪有白月光向替身的,裴素月十分不赞懂,我没有弄错,明明是我像苏苏,苏以诚彻底无语了,对于苏以诚当了她替身这件事,裴素月十分心疼,她握住苏 苏以诚的手,以后不要再把替身之类的挂在边了,罚你在大雨里站着的事,顾寒舟经常做梦,苏以诚十分平静,是的,顾寒舟是个很难伺候的人,不仅如此,她还会把工作上无法宣泄的脾气,悬扫我身上,她任由别人欺辱我,却从来不会为我出头,我在顾家,甚至是这个圈子里,只不过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丑吧,这次的事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,裴素月听完紧紧抱住了她,苏苏,对不起,我来得太迟了,看着裴素月反应那么大,苏以诚有点� 不明其妙,你为什么要和我说对不起,总一想天开,竟想将替身和白月光一起收入囊中,苏以诚能否逃离危机,化皆上级,对于苏以诚这几年的经历,裴素月一直都心怀傲悟,其实在她悲惨人生中有过许多让她后悔的事,但最让她后悔的就是年少时不懂得隐藏自己的心理,以至于被父亲发现了她的心思,父亲把她当成怪物,将她关进所谓的专业机构治疗,这一关就是整整两年,那两年成为了她噩梦般的存在,不断的奠基和药物生理治疗让她� 两年的时间也让她学会了隐藏心理,装作正常人的她才被放了出来,回到裴家后她第一时间就控制住了裴子,本以为解决掉了障碍,她就可以用最完美干净的状态回国见苏苏,没想到一切都太事了,苏苏这时候已经死心塌地地跟着顾寒舟了,她极度且憎恶顾寒舟,却又不敢对其做些什么了,她怕苏苏会为此伤心,但她绝不会因此放弃,她发誓早晚有一天,一定要将苏苏抢回来,由于发烧的关系,苏以诚在医院住了两三天,裴素月悉心照� 由于一直没回顾家,顾寒舟忠实打来了电话,我住院的这两天你去哪里了,苏以诚这才告诉她自己发烧住院的事,顾寒舟冷笑一声,语气依旧阴沉,没有我的允许,谁准你擅自离开的,你忘了还在受罚吗,一个小时内立刻给我回家,苏以诚内心快抓狂了,这人果然毫无人性啊,她只能装可怜表示医院有点瘾,一个小时可能赶不回去,顾寒舟却以她父亲和母亲相邀行,苏以诚气得咬紧的牙,深吸一口气,答应了下来,内心却在想着 总有一天,她一定会亲手让顾寒舟付出代理,顾寒舟吩咐她这几天速速在外出差,她还是像以往一样没完给她按摩就挂断了电话,得知苏以诚马上就要回去,裴素月本想跟着一起,谁曾想被拒绝,你跟我一起回去会被人怀疑的,所以你过两天回来,裴素月虽然不愿意,但还是不得不答应下来,顾家顾清舟看到苏以诚回来了,就提醒她小心一点,她哥心情不好,这时楼上传来了物体破碎的声音,苏以诚小心翼地来到顾寒舟门口,苏以诚,你迟到了三分 中,顾寒舟阴沉的声音传来,苏以诚只好道歉,过来,顾寒舟招了招手,苏以诚犹犹豫了片刻还是走了过去,突然顾寒舟站起身来,捏住她的下巴,立声质问道,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?苏以诚立马演技上身,眼含热泪,我知道错了,我不该打赔素月,不该擅自离开顾家,更不该顶方先生,那我住院这几天你怎么没去照顾我?对不起,因为我淋雨一直在发烧,听完这解释顾寒舟非但没有怒火消散,反而变本加厉,她 她死死掐住苏以诚的伯格,这不是理由,你应该知道为什么能待在我身边,如果不是你和素素有相同之处,又足够听话,我早就让你管了,那既如此,先生放我离开,可以吗?苏以诚头一次向顾寒舟提出逃见,又是一个霸总,意外爱上替身,却浑然不自知的大猪体股,只是因为替身没去医院照顾她,就现小替身在一个小时之内,必须出现在自己面前,陪素月当初年少,喜欢也不懂得藏,父亲发现她真正的取消,她被送往所谓的专业机构接受治疗,当时让她痛苦不� 在漫长的两年黑暗中,她学会了伪装自己,终于出院回到陪家,为了洗净那些黑暗的回忆,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,当她终于能用完美干净的模样回到苏苏身边时,却发现她已经被顾寒舟所吸引,还死心塌地跟着顾寒舟,陪素月既嫉妒顾寒舟,又无法对她下狠手,因为她害怕苏以诚会因此伤心,然而她并不打算放弃,总有一天,她会从顾寒舟手中夺回苏苏,苏以诚因发烧住了医院,而陪素月可一直无微不至地 照顾着苏以诚的电话响了,她接过电话,大头是顾寒舟冷声质问她,自己进医院的这几天,她去了哪里,苏以诚解释自己,是因为发烧也住进了医院,对面沉默了一秒钟,继续质问她,是谁送她去的医院,那一瞬间,苏以诚差点以为顾寒舟发现了,她抬头看了一眼,正在给她摆放午饭的陪素月,她镇定地回答,说是自己去的,顾寒舟压迫性的声音,从电话那头传来,没有我的允许,谁准许你自己离开,你忘了,你还在受 苏以诚解释说,因为吓着雨怕自己一直站下去,会病得越来越重,心里暗骂顾寒舟是个白眼狼没良心,然而顾寒舟命令她在一个小时内立刻回来,陪素月担忧地坐在苏以诚身边,苏以诚朝她做了一个虚的动作,然后继续道,先生,这家医院有点偏,一个小时内可能不太能赶得过去,然而顾寒舟提醒苏以诚,她的父亲还在牢狱里,她的母亲被她接来了顾家的私人医院,她一家人都捏在她的手里,她有什么资格反驳她的命令,面对顾寒舟 苏以诚心中下定决心,总有一天她会亲手让顾寒舟付出代价,顾寒舟继续说道,素素这段时间在外地出差,让苏以诚像以前一样晚上过去给她按摩,苏以诚挂断电话后,抬起头望向陪素月,表示她要回去了,陪素月连忙站起身也要跟着一起回去,但苏以诚拒绝了,因为顾寒舟以为陪素月在外地出差,如果两人一起只会引起怀疑,陪素月虽然不愿意,却也只能答应回到顾家,顾清舟提醒苏以诚注意大哥的情绪,因为顾寒舟回来, 没见到素以诚发了很大的火,让她小心点,顾清舟看见素以诚苍白的脸色,没来由的有些心疼,素以诚去楼上时,玻璃瓶碎掉的声音清晰地传来,她走进书房,顾寒舟面无表情地看了手腕上的表,指责素以诚迟到了三分钟,素以诚紧张地向顾寒舟道歉,顾寒舟朝她招了招手,素以诚犹犹了片刻,走了过去,顾寒舟将素以诚压到了书桌上,捏住她的下巴,丝毫不顾素以诚被撞到发疼的腰,居 预告临下的质问,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,素以诚回答,我知道错了,顾寒舟继续逼问,错难了,素以诚十分清楚,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样的话,是顾寒舟最爱听的,于是她演技瞬间上线,表示自己不应该打赔素月,不应该擅自离开顾家,以及顶状先生,顾寒舟依旧没有消火,质问素以诚为什么在她住院期间没去照顾她,素以诚连忙道歉,解释自己发烧了,然而顾寒舟发现自己,一遇到素以诚的事情,就无法冷静下来,她告诉素以诚,如果不是 她与素素有些相像,又足够听话,她早就让她滚出去了,现在,你连听话这唯一的优点都没有了吗,素以诚红着眼睛,请求顾寒舟让她离开顾家,霸总原本手身如玉等待白月光,但现在却对替身产生了不该有的渴望,素以诚被顾寒舟掐得脸色苍白,她鼓起勇气,请求离开顾家,顾寒舟却质问素以诚为什么提出这个要求,素以诚解释,顾寒舟想要的人已经回国了,这里不需要她,只要她开口让她离开,她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走人,素 素以诚内心打了一手好算盘,如果是顾寒舟主动提出让她走,就不算她混约,顾寒舟松开素以诚的喉咙,抓住她的头发,逼她看书桌上的文件,我在帮你查你父亲当年被构陷的真相,争取让她减刑,你却想混约,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,别忘了,你母亲还躺在顾室的私人医院,我随时可以把她赶出去,还有你,要是离开顾家,我会让你在整个这时混不下去,顾寒舟阴冷的嗓音,让素以诚的心一点一点地沉入湖底,素以诚紧紧抓着文件 一滴泪落在上面,她请求顾寒舟一年后合约到七时,能让她和家人团聚,顾寒舟指尖摸挫着素以诚的后伯格,素以诚虽然在顾家一年多,但她因为想等待白月光的原因,她从来没碰过素以诚,但现在,她看到素以诚这种脸色苍白,连反抗都不敢的样子,实在是让她有了不该有的心思,到底是为了白月光守身如玉,还是遵循内心,把素以诚彻彻彻底底变成自己的人,顾寒舟犹豫且纠结着,这时,素以诚忽然意识到生活的触感 她紧张得连呼吸都不敢喘得太大,她没想到顾寒舟这个喳喳,竟然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反应,她紧紧抓着手里的文件,动也不敢动,她询问顾寒舟可不可以让她回去,不然,顾寒舟命令素以诚转过来,素以诚僵硬地转身,眼中充满了恐惧,顾寒舟坐在椅子上,盯着素以诚,她命令素以诚跪下,素以诚墨地抬起头,先生,您不是讨厌我吗?您不是只喜欢陪少爷吗?然而顾寒舟却表示,素以诚是她的所有物,她可以对她做任何 只要素以诚不说,陪素月就永远都不会知道,素以诚冷汗沉沉,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情景,先生,您这样,是不是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的痴情等待?顾寒舟伸手扣住素以诚的后脑勺,不要往自己敌挺的西装裤上凑,她承认她的心在陪素月哪,但是,她也可以把她的渴望放在素以诚这儿,就在素以诚不知该如何应对的时候,顾寒舟的电话响起,素以诚松了一口气,思考对策,电话是陪素月打来的,她告诉顾寒舟她的工作结束了,这时的路不太熟,想让她来接她, 顾寒舟看了一眼贵坐在书桌旁的素以诚,隐匿去了心底的心思,答应了下来,电话挂断后,顾寒舟警告素以诚不能让陪素月知道这件事情,否则后补自负,威胁意味不言而喻,素以诚回到自己的房间后,心里一步不紧,她不知道顾寒舟为什么突然对她有兴趣,这让她感到不安,就在这时,手机收到了陪素月的消息,陪素月问她,是否会因为顾寒舟消失而难过,素以诚感到非常惊讶,因为她不知道,陪素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,素以诚回复陪素月, 告诉她不要冲动,而且,她的想法很不合法,她怀疑这次时机,为什么会如此恰巧,顾寒舟刚让她做那种事,陪素月这边就发起疯了,陪素月那边显示正在输入中,很快又来一条消息,素素放心,为了顾寒舟去台缝纫机,也太不值得了,她还要和素素过一辈子,她只是想给顾寒舟一个教训,因为她不能忍受她和素以诚单独在一起,为什么会有人用这么可爱的言文说,这么恐怖的话,就在她愣证时,又传来新的消息,陪素月告诉她,会帮她解决父母的事情,素以诚看见这道 非常惊讶,因为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,而且只有,她和顾寒舟知道,她问陪素月是怎么知道的,车上的陪素月,望着素以诚的消息,陷入了沉思,要是被素素知道她生活的地方,她不安的监控,她一定会生气,并害怕她吧,想了想,她比较损,还是不要实话实说的比较好,她解释说,是回国后,自己的人却查探得知的,还知道素以诚和顾寒舟签了一份秘密协议,陪素月表示,素以诚不应该独自承受这些困难,她愿与素以诚一起面对,素以诚对陪素以诚 陪氏集团的情报能力感到惊讶,没过多久,陪素月又发了几条消息,不停地解释,并向素以诚道歉,请求她不要生气,她解释自己只是担心她,还暗中让人去查的,陪素月询问素以诚,是不是顾寒舟用她父母威胁她跟她在一起的,素以诚望着手机上的消息陷入了沉思,顾家家大业大,只手遮天,以她现在的筹备,还不足以与之正面抗衡,如果有一个可靠的盟友,说不定能更早脱离顾寒舟,素以诚将手机吸平,拉开高一灵,� 古墨脖梗飞咬的印记,想起陪素月说的话,她该相信陪素月吗?她意识到,自己突然接受白月光那些愉悦的行为,怀疑这或许是因为顾寒舟这个傻X的存在,让她有了某种对比和参照,上级说道,顾寒舟想让素以诚陪她玩游戏,却被陪素月一个电话终止,顾寒舟询问陪素月,出差忙不忙,陪素月脸上浮现一抹似笑非笑,还好,辛苦寒舟哥特意来接我一趟,顾寒舟倾笑着说道,你在我心目中,永远是第一位的,又 就问问陪素月手上拿的是什么,陪素月解释,这是她特意带回来送给她的特产,听说很好吃,并让她一定要好好尝尝,送给顾寒舟的礼物,自然是她精心准备过的,她在里面放了能让她变没用的东西,看她还敢不敢欺负苏苏,然而不知情的顾寒舟,却觉得陪素月送她的礼物非常好,顾寒舟表示,半个月后青州的生日,她打算在顾家老宅办一个生日宴会,她希望苏苏不要缺席,陪素月点了点头,并表示自己会提前把时间空出来,反正苏苏在哪,她就在 晚上吃饭的时候,陪素月一直在若隐若现地望着苏以成,但她却低头视而不见,只是没想到,在侃侃而谈的餐桌底下,众人看不见的地方,陪素月居然伸出脚去蹭她的腿,腿长了不起吗,苏以成装作若无其事的低声道,我吃完了,还有些家务没做完,我先去忙了,苏以成起身时,挂了陪素月一眼,陪素月便心领神会,五分钟后,她放下碗筷,找了个借口离开,拐角处的阳台间,苏以成刚准备将换洗衣物放进滚筒洗衣机里 下一秒,她的腰便被人牢牢地环抱住,紧接着一个吻轻轻落在她的耳朵上,低声道,苏苏,我想闻你了,她没有等苏以成说话,便对准她的耳朵,轻轻狠咬咬上去,苏以成整个人犹如飘浮在云端里,她生怕被外面的顾寒舟发现,所以希望陪素月能收敛一点,苏以成询问她,不怕他们发现吗,陪素月只见轻按住苏以成的下巴说,苏苏脸红了,是不是害羞了,苏以成推台陪素月,轻声道,滚,不要蹬鼻子上脸,陪 滚去苏苏心里,苏以成转过深暗了按钮后,她认为自己开始接受白月光那些愉悦的行为,一定是因为有顾寒舟这个傻X做参照物,就在这时,顾寒舟命令的声音传来,苏以成,我叫你过来洗碗,你听到没有,苏以成刚想踏步过去,陪素月便拉住她,我去应付顾寒舟,你在这等我,说完,便转身来到餐厅,她告诉顾寒舟,自己听说苏苏当她的私人助理,也快一年了,自己有些问题想请教她,碗就让青州洗吧,也好锻炼锻炼她做家务的 此话一出,顾青州立即哀嚎,素素太患,我不想洗碗,而顾寒舟却自信地认为,陪素月找苏以成,一定是想了解更多关于自己的事情,于是让顾青州快点去洗碗,落大的客厅,很快就空无一人,陪素月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沾了上来,想见到主人,而不停摇尾巴,求捕摸关爱的小狗狗,苏以成冷的脸推开她,这是顾家,你注意一点,陪素月并不介意苏以成的冷脸,握住苏以成的手说,就因为是顾家,所以才想在这里留下属于我们的痕迹,苏 苏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痕迹,陪素月会成为所有人的白月光,并不奇怪,只可惜,她在苏以成的眼里,不仅绿茶还虚问,苏以成把手抽回,如果顾寒舟发现他们的事情,倒霉的是她,而不是陪素月,陪素月闻言,询问苏以成,还是不相信她的心吗?苏以成表示,心这种东西是最不可信的,她晾好衣服后回到卧室,陪素月紧紧跟着她,苏以成抱着睡衣,准备洗澡睡觉,陪素月将灼灼的目光移向了苏以成平坦的腹部,她的目光令人无法忽视,� 让陪素月背过身去,然而陪素月并没有听她的话,而是盯着她的下半身,询问苏以成是否关爱过小苏苏,苏以成注意到陪素月毫不掩饰的痴态,开口将陪素月咒骂一通,并警告她不要来打扰自己,陪素月双眸含着一门笑容,如果苏苏想要,我可以随时随地帮苏苏苏,苏以成恼羞成怒地说不需要,话露,她起得走进浴室,狠狠地把门关上,陪素月乖乖地蹲在地上等待着,十分钟之后,苏以成擦着头发出来,陪 苏以成拿起吹风机,好好地帮她吹头发,苏以成乐得有人伺候,自己也懒得动手,陪素月撩拨她湿润的发丝,鼻尖清秀,酥酥的身上好香,苏以成胃疼活化,伴上陪素月告诉苏以成,她父母的事,自己已经让人想办法了,但故事势力很大,可能需要两个月的时间,不过这期间,她会让人暗中对付布寒州,分散她的势力,苏以成睁开双眸,问陪素月,布寒州这么喜欢她,宠她,她却为了自己,在暗中对付布寒州,她不会愧疚呢,陪素月 用一种吃笑的口吻道出这两个字,她抢了我最重要最珍惜的你,我不刀了她已经是在极力忍难,怎么会愧疚呢,苏以成现在是真的能感受到,来自白月光身上的杀气,她疑惑地质问陪素月,这么帮她,是想从她这里得到什么酬劳,陪素月表示自己,不要和苏苏有任何利益交换,并说她的一切都属于苏以成,包括她的身体,灵魂都只想被苏以成掌控,苏以成是最独一无二,无可替代的,她不是任何人的替身,苏以成听到这话,耳朵微热,她以为陪 苏以成至少会要求自己跟她在一起,陪素月轻轻地望着苏以成,表示自己不敢,苏以成却早已习惯了,凡是靠自己,不依赖任何人,不管陪素月这段时间的设好是不是装的,也不管她是一时兴起还是别的,总之,不要指望她付出了,就能从她这里得到回报,苏以成提醒自己,现在还在顾寒舟的掌控之下,如果自己真的对陪素月动心,那么她就死定了,明亮的灯光下,陪素月的眼神,犹如痴迷狂热的信徒,在仰视她的神明,没关系,如果不配成为苏苏的伴侣,那她 那就当苏苏对听话的小狗帮助苏苏,是她心甘情愿的,不求任何回忆,她只希望自己能留在苏以成的身边,关灯后,苏以成悄悄拿出手机,发了一条消息给沈,上次让你查陪素月的体系,你查清楚了吗?沈元以为陪素月开始对付苏以成了,其实不是她不想查,本以为陪家主要势力已经迁往国外,但她费尽心思,也查不出陪家现状,他们对国内的干涉也不容小觑,苏以成回复,陪素月并没有对付自己,反倒是一直在对她示好,完全不按套路出牌,沈元 沈元连忙打队,梅真想先搏你同情,在背后捅你一刀,总之一定要防着她,她绝对不是什么好鸟,虽然没查到陪素月的资料,但我帮你搜集了这些好东西,说着又发了几个文件,如何一句话对死绿茶,如何识破绿茶的低级、中级、高级套路,对付绿茶的9999种教程,怎样让男朋友认清绿茶,苏以成看到沈元发来的消息顿时无语吗?沈元这段时间到底在看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,他让沈元务必要查清陪素月和陪家,又提议沈元先从陪素月学生时 开始查起,沈元表示一定完成苏以成交代自己的任务,而这边陪素月演发了三条消息出去,继续关注苏家父母的情况,还有盯着故事企业,他们所有的合作项目都想办法台价抢过来,我不介意成分,只要能看到故事企业股票下跌,资金亏损的消息,聊完之后陪素月便转过身,透过月色满足地望着床上来,他想要苏以成等等自己,他一定会为他解决好这一切,忽然一个枕头砸在脸上,你怎么还不睡觉,手机光闪到我了,陪素月抱怨地板好了,他睡不着,所以想去床上 话还没说完,一床被子忽然盖在身上,陪素月满足地抱着被子,暗想,如果帮苏苏把父母的事情解决完,不知道苏苏会不会愿意跟他更进一步呢,陪素月拉着苏以成做了一晚上的海盗船游戏,以陪素月过分的行为,让苏以成落落为结局,而这并非现实,原来这只是陪素月的一场日有所思的梦,早晨醒来,小素素便向陪素月问早安,陪素月心生愧疚,偷偷看了熟睡的苏以成一眼,然后快速穿好衣服,悄悄地为苏以成准备牛奶和早 接下来的几日,顾家一直在准备顾青州的18岁生日宴会,苏以成也被各种杂货弄得无暇分神,好在陪素月总能在顾寒州刁难他时,及时出现解围,很快到了生日当天,陪素月看到苏以成宛如见到主人的狗狗,兴奋地扑了上去,陪素月环抱住他的腰,苏以成不得不反手勾住陪素月的肩膀,他警告陪素月,就算周围没人也不可以这么扑上来,万一被监控拍到怎么办,陪素月笑着回道,他明白苏以成的担忧,但他有办法让顾寒 看不到不该看的监控视频,而且每次他扑过来,苏苏最后都没有拒绝,苏以成有些无奈,他告诉陪素月,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回应就是拒绝,但陪素月笑着反驳,在他看来,苏以成的不拒绝就是答应,陪素月忽然开玩笑说,他们现在这样是在偷欢,苏以成纠正道,这不是偷欢,苏以成紧张地看着宴会外越来越多的人,生怕被发现,而陪素月却趁机在苏以成脸颊上亲了一下,苏以成挣扎着推开陪素月,陪素月却轻笑着道,现在我就是苏苏的地下情 苏以成提醒他,这次生日宴会来不少名人望独,以陪素月再厉害,也不要得意忘形,被发现他就完蛋了,连带着陪素月也名誉受罪,尽管陪素月并不在乎名誉,可是苏以成在乎,但他不想惹苏以成生气,于是他答应苏以成作为他的地下情人保持低调,此时苏以成并不想搭理陪素月,他望着宴会上的众人,这一年内透过韩州的福,他才能参加这样名流巨集的宴会,也为自己的公司拉到了许多项目和投资,他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,洗去金� 自却,替代品和玩物等雕签,陪素月看到苏以成眼中的影心,他伸出手,与苏以成食指向扣,表示苏以成无论想做什么,自己都会陪着他,就在这时,一辆黑色豪车停在庄园门口,陆明峰和陆明成只对陆家兄弟一线身,立刻吸引了生日宴诸多贵宾的目光,顾寒舟则亲自过去迎接,陆明峰五官深邃,容貌俊朗,深灰色的高定西装,彰显出他身上的雄性和尔蒙,轮廓里的锋芒无法掩戴,他的气质� 充满攻击性,让人无法忽视,众人皆知,陆明峰与顾寒舟有同一个白月光陪素月,这两位重量级的大人物一旦对上,势必会引起轩然大波,这几天陆明成在青州家里做客,对苏以成颇有微词,那个苏以成真是好讨厌,陆明峰对于弟弟口中的苏以成没什么印象,但是有点耳熟,陆明成肆无忌惮地在大哥面前说自己讨厌的人坏话,明知道自己只是素素地替身,还舔着脸待在顾家,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,陆明峰没有把弟弟口中的人放 他们欣赏,不过是有些神似罢,其他哪一点比得上素素了,也只有顾寒舟这种没品的人,他会想出给素素者替身,陆明成继续抱怨着,我不知道布大哥怎么能容忍这种人,在顾家待着呢,陆明峰听弟弟诉说后,问道,小陈,你就这么喜欢顾寒舟,陆明成连忙否认,表示自己只是看不光顾寒舟被利用,陆明峰安慰弟弟,顾寒舟在生意场上酒精沙场,只有他利用别人的份,并好奇地问起,素素从国外回来,为何住在顾家,陆明成解释说,是素素主动要求的 大概是想给故意成一个下门威,毕竟他才是顾大哥的正牌白月光,大哥,我知道你也一直暗恋着素素,依我看在顾家的所见所闻,素素对顾大哥,倒也没有那么亲近,说不定你还是有机会的,小朋友,不要问这么多,陆明成调皮地笑了笑,大哥,这是你第一次见素素本人,可不要表现得太激动,你还管起大哥来了,你管好自己吧,闯祸精,陆明成黑黑笑得,像被宠坏的孩子一样,窝进大哥的怀里,有大哥在,我愿意当一辈子闯祸精,反正无论我做什么,大哥都会帮我兜得,陆明峰揉了 有弟弟的脑袋,眼神充满宠溺,司机看着后视镜,也只有明成小少爷在的时候,大少爷看起来才这么贫义镜,年少的陆明峰,虽然默不吭声,却是最自责的,因为弟弟是他弄丢的,陆家人找了很久也没找到,最后去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和小少爷一样,生日的孩子回来抚养,一家人把对丢失孩子的爱与歉意,全部弥补给了陆明成,全当那个孩子没有丢掉,甚至为他,取了一个同名字,陈,才有了陆明成这个名字,苏以成望着远处的陆家人,他对这位 大名鼎鼎,且阴本冷血的陆家掌权人,有所耳闻,无论是他背后的家族企业,还是他本人近乎鬼台的经商头脑,以及雷厉风行的铁靴手腕,人称陆语,这些名号如雷挂了,即便是顾寒舟,也得及他三分,值得一提的是,陆明峰的白月光,也是陪素月,苏以成不禁觉得,陪素月向志工胡离京,在重要大人物到场后,苏以成催促陪素月过去,而陪素月黏人的粉,舍不得离开苏以成,苏以成观察了宴会宾客情况,给 沈元回复刚刚道,陪素月试图凑过来看苏以成的聊天,却被苏以成推开,离我远点,你怎么还在这,就在这时,沈元身着正装,手持一个非经理和出现,他一出现,就吸引了几位家族代表上前招呼,言语间充满讨好之意,大家都知道,云胜公司背后有一位最大的神秘幕后控制人,沈元虽然是云胜的CEO,但是只有执行权,真正掌权控制公司的人,依旧在幕后决策,从来不曾现身过,这时布韩州缓缓走来,沈元微笑着向他致意,并 沈元代表云胜创始人,为他弟弟献上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,一辆豪华跑车,周围人们都为这份大礼赞叹不语,顾韩州接过礼物,向沈元表示了感谢,并提出一个请求,他希望你云胜背后的创始人,直接洽谈合作,沈元表示,需要请示云胜的真正老板,才能确定约谈时间,此时陆明峰也走了过来,并递了自己的名片,陆氏对贵公司,同样有合作意向,希望云胜的老板能够接见,沈元看向陆家,这位殷勤不定的掌权人 笑着回应,多谢陆总赏识,我一定会请示他,也定然会给二位确切的答复,顾韩州冷冷地看了陆明峰一,讽刺道,以陆总的气魄,怎么什么东西都要引人争抢,陆明峰毫不示弱地回应,好东西总是引人争抢的,顾总抢不抢得过,就看顾总实力够不够厚了,顾韩州与陆明峰,接知彼此说的是谁,顾韩州和陆明峰两位总裁,因为白月光陪素月而争执起来,气氛非常的紧张,陆明峰讽刺道,顾总家中不是养着个 替代瓶小情人,早就把素素给忘了,顾韩州冷笑道,替代瓶只是替代瓶,怎么能和素素相提并论,陆总,你拿他来讽刺我大可不必,气氛一时之间僵硬如,一旁的沈元,默默退出战场,给苏以成发消息,告诉他这一幕,苏以成关掉手机后,看向陪素月不由的笑,陆家和布家两个总裁,都为你打起来了,你不去劝劝架,陆素月却觉得,对于苏以成来说,他们两败俱伤更好,此刻的陪素月,似乎比沈元更了解他,这让苏 苏以成感到惊讶,陆素月知道苏以成的家庭遭遇,他提议,如果能让苏以成的家人,从布家全身而退,是否会有假定,苏以成知晓陪素月作为陪家的长者和继承人,他有这种能力,想到这,苏以成轻挠了挠陆素月的手心回应,先让我看看,陪是继承人,有没有这个实力吧,陆素月离开后,苏以成便低着头找甜品吃,突然,一个高傲,无懈的嗓音传来,不禁嘲笑苏以成穿的寒酸,还质疑苏以成送给布青州的礼物,原来,� 让沈元代表自己给顾青州送了一辆小跑车,虽然花的钱都是云胜从顾寒州那儿赚来的,然而他不能说出真相,顾青州来时,看到陆明成又在欺负苏以成,问陆明成,他又怎么惹你呢,陆明成气愤不平道,他来你的生日宴会,就送了一个手作的红绳手段,这是什么垃圾礼物,哪有这样厚脸皮子的人,顾青州意识到,陆明成还想动手,于是连忙挡在苏以成面前,并安抚好朋友,你跟他动目干什么,他一共也没几个钱,我还稀罕他的礼物嘛,又看向 苏以成,你哪两块奶待着去,别来暗眼了,要说整个顾家对苏以成最好的,在陪素月来之前,其实是顾青州这个小顽固,虽然他嘴上说话不好听,行动上却好几次都维护了苏以成,苏以成心想,顾枉费自己,特意送他一个大跑车,行了,我要去看明成给我准备的生日惊喜,顾青州说吧,便拥着陆明成离开,这边,陪素月走在宴会中心,顾寒州与陆明成的争风相对,立即停止,陆明成微笑着问候陪素月,并关心地询问她,是否习惯在 顾家居住,正当陪素月与陆明成交谈时,她注意到,苏以成陷入了困境,陪素月想要上前帮助,但陆明成却阻止了她,提醒苏以成不值得她亲自出手,她会处理这个问题,并表示,如果苏以成还有脸面,她会自己选择离开顾家,陪素月提醒陆明成,立又可以,千万不要威逼,也不要人身伤害,陆明成辩解道,她不会让人身受到伤害,但威逼一下又何妨,陪素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,她试过,苏以成不吃这套,陆明成心里盘算着,如果把� 顾寒周踢出竞争,她应该利用苏以成这个县城的旗,但是,她不想看到素素不开心,而且,小陈也与她有过节,所以她想先观察一下,苏以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,苏以成继续装出一副畏畏缩缩的可怜模样,试图让顾寒周丢脸,以便她同意让自己离开,当陆明成来到现场后,那些欺负苏以成的人纷纷离去,陆明成走上前询问,你就是苏以成,苏以成感谢陆明成的相助,然而陆明成却说,谁帮你,我只是不想让人打断我的私人谈话 在那时间,苏以成发现陆明峰比顾寒周更难对,于是决定离她远点,而陆明峰却不打算让她离开,谁准你走吧,苏以成脚步一顿,谋色,出现一门疑惑,陆明峰不经意地打量了她也,这么年轻,却一副畏谓缩缩的模样,不由得让人戴上有色眼镜轻视她,这克制的位置,和素素一模一样,她和素素也并非长得十分相像,为什么我却莫名,觉得她有几分亲切,询问苏以成的名字,具体是哪几个字,苏以成轻声回应,苏醒� 苏以为的已,一成不染的陈,陆明峰面着这句,想到了什么,不由的怀念当初弟弟刚出生时起名时,从被选陈和陈这两个字,纠结了很久,前者寓意一成不染,后者寓意尊贵祥瑞,谁知明明选了陈字,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,她面无表情地望着苏以成,淡淡地训诫,用自己的脸和身体走洁净的人,我见多了,你应该明白,后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,苏以成被燕卫薰的眼睛微微放红,她疑惑,陆明峰为什么和她讲这些,� 我能帮你离开顾家,你愿意吗?苏以成不理解,她离开这里,对陆明峰会有什么好处吗?陆明峰语气不容置疑,我做事不需要好处,也不需要理由,如果不是小陈每日跟他念叨,有多讨厌他,他根本不会注意到此人,苏以成只要转转脑子一想都猜出来,一定是为了陆明峰,陆氏家族有多宠溺那个小儿子,全城的人都知道,我可以给你钱,也可以给你工作,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吗?陆明峰语气淡然,每一字一句虽然是商量的口吻,实际上语气夹杂着警告 他这种不屑一步,像是施舍一样的态度和语气,比顾寒周更令苏以成恼虎,苏以成想也没想就拒绝了,多谢陆总的好意,我留在顾家,是我和先生的事情,陆明峰眉头一措,你太天真了,你以什么身份,继续留在顾家,顾寒周养个金丝雀,他的助理,还是顾家的男保姆,如果他以后选择和裴素月结婚,难道你也心甘情愿做他的地下情人吗?苏以成眼眸垂落,心想,是不是当总裁的,都喜欢高高在上教训人啊?顾寒周愿意跟裴 苏以成愿意吗?陆明峰见他不语,以为是把人说哭了,醋了醋眉,便不再多说,这是我的名片,如果你想好了,可以随时找我,苏以成望着他的背影,这种像打发乞丐一样,扔给我一张名片,还想指望我感恩戴德,等人走远后,苏以成把名片丝的稀巴烂扔在地上,淡淡地说,谁稀罕,回到了宴会场地,在餐桌下面,陪苏以成轻轻握住苏以成的手,放在自己的腿上,带她的手心挠痒来,没有人发现,含笑风生的宴会酒桌,下面的一举一 不然顾青州奇怪地问苏以成,他脸怎么疯了,苏以成解释说,可能是因为见到这么多人的场合,让他有些不适应,然而顾寒州却觉得,苏以成的表现,丢了自己的脸面,不能适应,就去房间里待着,赵棋根和陆明峰嘲笑苏以成,我看是素素坐他旁边,他不好意思了吧,一个从头到脚都在模仿素素的劣质品,在郑主面前,当然会自谈行贿,还有素素和苏苏,连小明也很像,稍不留神,都听不出来喊的是谁,陆明峰调侃道,就不知道顾总平日里喊的是素素还是� 面对众人戏谑与调侃的目光,顾寒州表示,素素是素素,苏苏是苏苏,我不会搞混,赵棋根接着说道,顾大哥的意思就是,他永远都不会认错自己心上人的,也不知道某人怎么这么不要脸,居然敢跟素素争顾大哥,苏以成沉默不语,但他的眼神却时不时瞥向陪苏约握着的手,陆明峰冷淡地观察着苏以成,面对众人的戏谑也不懂得反驳,过着这样的窝囊日子,还要苦苦黏在顾寒州身边,陆明峰心想,如果别人敢这样,对他地理,他一定 永远让他们闭上头,这时,陪素月轻咳一声,解了这场戏呢,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不应该谁是谁的替身,陆明峰笑得有些挂不住,素素真是人美心善,就像天使一样,还是我们素素善良,陪素月但笑不语,善良,如果不是素素在这里,我早就对你们动手了,苏以成快要憋笑,都快憋出内伤了,人美心善,天使,这是可以用来形容陪素月的吗,盘桌下面,陪素月的修长的大腿,已经蹭了过来,苏以成腾出一只手,肯掐了陪素月的腿,陪素月面 面色如常,她加了一块红烧肉,递到苏以成碗里,笑道,我听说,苏苏很喜欢吃肉,多吃一些,长胖一点,你太瘦了,赵琪跟奇怪地看着两个人,陪素月竟然给苏以成加菜,他们可是情敌啊,顾寒舟看着桌上的甜品,她问庸人,今天的甜品是谁点的,全是芒果,不知道有人不能吃吗,庸人回复道,大部分是不老夫人点的,其余是苏以成点的,顾寒舟阴冷的眸子,直直地看向苏以成,素素对芒果过敏,你不知道吗,你是不是故意的,苏以成微正,她自己也对芒 怎么可能点啊,我没有,应该是老夫人,但顾寒舟根本不听她的辩解,命令到,素素过敏严重的话会进医院,你把她那份蛋糕也吃了,苏以成望着自己和裴素月前面的芒果蛋糕,陷入了沉思,可我也过敏,不能吃啊,有些甜蜜哪怕致命,也让人甘之如頤,苏以成会接受白月光这样病态的爱恶,苏以成对芒果过敏这件事情,她曾经对顾寒舟说过,但顾寒舟从未将她的事情放在心上,相反,她却清楚地记得白月光的喜好,这让苏以成感到有些失望,然而 陷素月却告诉顾寒舟,我提前吃了过敏啊,我可以吃芒果蛋糕,而且也馋芒果很久了,你总不能多多,我吃美食的全力吧,说吧,陷素月还开玩笑地将苏以成那份芒果蛋糕也拿来,说苏以成看起来不太喜欢芒果蛋糕,她愿意带为品尝,苏以成服依地看向陷素月,质疑她是不是真吃了过敏啊,陷素月浅尝了盘中的芒果蛋糕,奶油粘在嘴边,她还故意舔掉了唇边的奶油,还露出诱惑人的神情,这一幕让苏以成有些心动,午餐期 那一间,摄影师为顾清舟拍摄了一张照片,却让苏以成成为了焦点,紧接着就要把照片撕了,想着再给顾清舟补一张,却叨到了顾清舟的阻拦,她觉得照得挺好,便舍不得撕掉,顾清舟拿着照片反复观看,嘴角却在下意识地上扬,过了片刻,她寻找着苏以成的身影,然后告诉摄影师为她多拍点与苏以成的合影,但不能让她发现,摄影师迷茫了片刻,她还没见过这种要求,此时,苏以成在餐厅遇到了冤家路窄的陆明成, 苏以成故意撞了苏以成一下,然后趁她不注意,快速地把手链放进她的口袋里,嘴里还骂骂咧咧的,随后静止跑过去跟顾清舟合影,苏以成虽然有些生气,但也无可奈何,她心想,惹不起我还躲得起吧,苏以成目光扫了扫电汇,发现没有看见裴苏月的身影,不禁皱了皱眉,他人了,苏以成觉得裴苏月不来黏着自己,很反常,另一边,裴苏月进入厕所里,她脸色苍白,正在打电话,让金助理把药送到顾宅,只见她的浑 人身上下,起了一大片的红疹子,起氧无比,挂掉电话后,她便感觉到,一系列严重过敏反应接种的痣,她一点都不后悔,甚至觉得,心里泛起丝丝的甜意,苏苏对芒果过敏,还好没有吃,心想,苏以成,你会接受这样病态的爱?她在顾家任劳任怨一年多,她以为她的人品,至少是值得信任的,可是顾寒舟不分青红皱白地指责她,眼里只有警告与顺利,还有几分不信任,不久前,陆明成故意撞了苏以成,然后趁人不备,将陆明封送给她的 手链,悄悄放进了苏以成的口袋,这让她陷入了困境,顾清舟向苏以成要生日礼物,还不打算给我吗?苏以成有些犹豫,担心自己送的有些简单,但顾清舟却像抢劫似的,让她赶紧拿出来,要是真那么寒酸,我就扔进垃圾桶里面,苏以成立即从口袋里拿出自己送的红手串,结果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冰凉的饰品,她口袋里什么时候多出了一样东西,顾清舟不耐烦地催促苏以成筷子,苏以成不动声色地将红色手串� 轻蔑地打量着,然后戴在了手腕上,虽然瞅了点,但毕竟是你的一片心意,我就勉为其难戴一下吧,就在这时,陆明成大喊,手链不见了,那可是只有月光石手链,价值上百万,全世界只有这一条,陆明成一直贴身戴着的,现在却不见了,她怀疑是苏以成偷的,顾清舟连忙挡在苏以成面前,劝陆明成冷静,我怎么冷静,我不过是,说他两句,他就要偷我的东西报复我,苏以成反驳自己没有偷,你说你没有偷,你敢不敢让人搜身啊?顾寒舟 他就与陆明成文寻赶来,询问发生了什么事,陆明成哭着拉住大哥的衣领,像是幼崽委屈地找家人为自己出头,他一口咬定,苏以成偷了大哥送给他的18岁生日礼物,大哥一定得帮我回来,苏以成眼神坚定地辩驳自己没有偷东西,尽管和苏以成只是第一天见面,但他的眼神坦荡,让陆明成不由自主地想要相信他,他决定先弄清楚真相,于是问弟弟,小陈,你确定是他偷的吗?陆明成在大哥的眼里,看到了一次不信任,他目的慌了,大哥,连你都不相信了,还有谁 谁能信我,我要离家出走,到时候没有人管我,我就死在外面好了,听到这话,陆明成心中涌起一阵疼痛,他想起了已经过世的弟弟,无法忍受让陆明成遭遇同样的命名,他温柔地捉摸着陆明成的头,小陈,不哭了,没事的,有大哥在,陆明成哭着点头,他就知道自己用这招大哥一定会愧疚,然后无条件站在我这边,因为他忘不了那个死了的弟弟,正好给我这个活人力,陆明成询问顾寒舟该如何处理此事,因为苏以成是顾寒舟的助理,所以他的意见很重要,顾寒舟死死地� 苏以成的手腕,眼神阴了,苏以成,拿了别人的东西,就快点还回去,我没有偷,顾寒舟根本不相信他,难道你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搜身吗,苏以成不敢直信地望着他,您对我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,这一年相处,对您来说,什么都不是吗,陆明成指着苏以成,眼眶发红地怒瞪他,苏以成你少废话,有没有偷搜完身就知道了,听到这话,苏以成直勾勾地望着陆明成,眼底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,表示公然搜身,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,如果你一定要搜,先 苏以成顿时后背阵阵发凉,他后退了一步,躲在了大哥的身后,寻求庇护,顾清舟质问顾寒舟,现在没有证据证明,是苏以成偷的,你这么早早下定理,万一冤枉了他怎么办,说完,又对着保安命令,把这里的监控调出来,保安点头,接受了命令,很快便跑过去调监控,陆明成恨铁不成钢地看向顾清舟,责怪他帮苏以成说话,顾清舟解释,今天好歹是我的生日宴,我不想大家闹得太难看,就算真要搜苏以成的身子,我也希望能先 看到确凿的证据,陆明成差点被气死,平常顾清舟都是第一个想要把苏以成赶走的人,现在是最好的时机,怎么到关键时刻掉链子了,没过多久,保安解释说,监控摄像头被摧毁了,根本无法调取监听内容,修复至少需要一个星期,紧接着顾寒舟冷冷地鼓出搜身二字,霸总从苏以成身上搜出自己送给弟弟的手链,这份礼物是他对弟弟的爱与寄托,殊不知,这个被他误会的苏以成还是他的亲弟弟,霸街上级,保安告知,监控设备 于是顾寒舟命令保安,立刻搜苏以成的身,化落,便有两个保安,抓住苏以成的手臂,苏以成看着冷漠淡然的陆明峰,躲在陆明峰身后的陆明成,以及阴沉看他的顾寒舟,还有属不清的笑脸,一抹恨意悄然滋掌,陆明成躲在大哥身后,仰起一抹笑,冲着苏以成做鬼脸,顾清舟实在看不下去,立即跑过来,推开两个保安,大声喝止,他指出监控换了,没有证据证明是苏以成偷的,如果苏以成是清白的,那么他们,侵� 他人人格尊严,赔得起吗?然而顾寒舟却冷声命令保安把他拖走,让他少管闲事,顾清舟挣扎着,试图唤起顾寒舟的良知,大哥,他好歹跟了你一年,你到底有没有把他当人看?而顾寒舟并未理会弟弟的劝告,继续冷眼旁观,保安在搜查苏以成的过程中,从他的口袋里找出一枚手链,保安递给陆明峰,陆明峰一眼就知道,这是他送给弟弟的那支18岁生日礼物,这份礼物是他对弟弟的爱与寄托,是无价之宝, 此时顾寒舟气得脸色铁青,他认为苏以成让他丢进了脸,而苏以成从未对顾寒舟抱过任何期望,这样自傲自私又自大的人,只会在意自己的尊严是否受损,怎么会站在他人的角度,设身处理想问题,他告诉顾寒舟,这是蓄意的栽赃陷害,先生久经商场,难道还蠢到看不出来吗?顾寒舟不可思议地望着他,似乎没想到,蠢字是从苏以成口中骂出来形容他的,陆明峰手握月光时手边,沉着脸看向苏以成,证据却高,人� 并破,你还有什么好说的,面对指控,苏以成冷静分析整个事情,首先,这么宝贝的手链,陆明峰肯定一直戴在手上,我要怎么从他手腕上,把手链偷走,而不被他发现,放弃,他这么讨厌我,平时连和我挨着战斗不肯,我要拿到他的手链,除非陆明峰自己放中我口袋子,你的意思,是我陷害你咯,我有什么理由去陷害你,你陷害,我的理由太多了,因为赶我离开布甲,吼如战步,苏以成话未说完,陆明峰连忙开口,打断苏以成的话,吊他� 然后又泪眼婆娑地望向陆明峰,恳求他相信自己,真的是他偷的,你不能不管我,陆明峰转而质问苏以成,你拿不出证据,这些话就只是狡辩,我们凭什么相信你,苏以成哑口无言,因为他,确实无法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,陆明峰的栽赃陷害,来得如此猝不及防,顾寒舟看到这一命,内心也开始动摇,为了平息风波,主动提出,让出一块价值一亿的地皮,给陆明峰,以表达歉意,陆明峰对顾寒舟的让步感到意外,区区一个助理净 但话未说完,陆明峰发现自己的手链已经碎掉,这让陆明峰脸色大变,月光时全套系列是为了纪念小陈,而专门令人打造的,寄托了全家人对小陈的思念,眼见陆明峰的眼神越来越可怕,顾寒舟连忙上前安慰陆明峰,并承诺会赔一个更贵的,陆明峰还没有说话,陆明峰便冷声说不行,顾寒舟双眸威了,陆总这事会被顾眸面子,陆明峰未能回话,而是询问陆明峰如何处置他,陆明峰闻言要求苏 他要全程录像,发到网上去,他要是赔不起,就把那只偷东西的手砍了,白月光赶到现场霸气护漆,不仅打脸众人,还收获了爱情的芳心,话皆上级,陆明峰让苏已成跪在他面前磕三个响头,再将手链的钱全部赔给他,众人一听,都觉得陆明峰这个要求太过分了,这是完全把人当成奴才,不给人空留后路,我就要这个,谁让他认不清自己的身份,去偷别人的东西,陆明峰忽然见大哥也要生气,便改口道,好吧,那他跪下给我磕三个响头,钱 就不要他赔了,他提的要求已经够宽容了,反正只要达到羞辱苏已成,让他没脸在顾家混就行,陆明峰看向顾寒舟,顾总,你的地皮不用了,就按小陈说的来吧,这月光时对我们陆家极为重要,总得有个交代,说完,陆明峰冷冷地扫视不远处的苏已成,你很不服,苏已成看着这位传闻中生杀与夺的陆家掌权人,他再一次清晰地说道,陆总,您是聪明人,您最清楚另地的性命,这样明显的栽赃陷害,您要包庇他吗,我只知道,月光 当时因为你遭受了不可逆转的损害,苏已成反驳道,一块石头,比一个活人的尊严和清白更重要吗,陆明峰冷哼一声,苏已成,别想在这儿脚边浪费时间,快跪,顾寒舟也不再讨价还价,谁让苏已成偷了别人的东西,苏苏,你乖乖跪下道个歉,这事就过去了,话落,便有两个保安抓住苏已成的手臂,压着他来到陆明峰面前,膝盖狠狠地顶在苏已成的腿上,逼着他在陆明峰面前跪下,谁知苏已成的肘关节 狠狠打在两人的脸上,剥离了智服,顾寒舟见状,连忙冷声喊道,苏已成,别闹了,苏已成万万没有想到被陆明峰算计,但想让我给他下跪,除非我死,苏已成费力地挣扎着,他的肘关节又狠狠地打在顾寒舟的脸上,顾寒舟顿时愣住,他没想到苏已成竟然敢反抗他,他面子上更加挂不住,他阴沉着脸扬起手掌,就在即将落下时,被一只修长的手握住了手腕,住手,我有证据,事情我都听说了,我这 死死地盯着裴素月,面上也却挂不住,素素,你从哪拿到的监控,这不重要,重要的是,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,电脑内的监控画面,顿时清晰地展露在众人眼前,画面中,陆明峻趁着苏已成没有注意的时候,偷偷摸摸将手链偷偷扔进了苏已成的口袋之中,真相大白,四下哗然,陆家小少爷,怎么会做这种令人不耻的事,裴素月笑望着,看向陆明峰,陆总,视频看得够清楚吗,不够清楚,我可以让人现场修复画质到最高清,不必了,我看 看清楚了,刹那间,陆明峰阴沉的毛子,再度沉了沉,现场修复,之前陆家的脸丢得还不够吗,苏已成的眼神,从笔记本电脑的监控画面一看,他非常清晰地感知到了,监控画面完全是跟着他移动,他怀疑,这是裴素月放在他身上的,裴素月把笔记本电脑递给金注,听说明成想让这件事公之于众,那我会确保在众人人都会收到这段视频的被捕,不可以,为什么不可以,刚才好像是你说,一定要发到网上,做人不能太双标,陆明峰无法反驳裴素月的话 陆明峰淡淡地看着他,反问道,小陈,是你把他故意弄碎了,再栽赃给苏已成的,对吗,大哥,我宝贝这件礼物还来不及,我没有弄坏,真的不是我,这件事,我们回家再说,陆明峰脸色苍白无比,他觉得自己这次完了,陆家人把陆成这个死人的东西,看得最宝贵,大哥这下真的生气了,且慢,小陈打算怎么给苏苏道歉呢,不如就按照刚才你说的方法来吧,陆明峰怒火冲冲地看了过来,裴素月是吃错什么药了,既然这么维护情敌,他怒到,苏 拿床的烂东西,也配让我给他下跪道歉,陆素月脸色大变,分付金助理,把这段视频发给各大媒体,标题就叫陆氏集团二少爷,人品败坏,恶意陷害别人偷盗,陆明峰现在知道害怕了,祈求到大哥帮帮他,陆明峰皱眉道,素素,这件事情闹出去,丢的是我陆家的颜面,打狗上起要看主人,不要太过,原来在陆总眼中,高门权贵的尊严是尊严,普通人的尊严就可以随意践踏了吗,苏已成没想到陆素月这么维护自己,他 那时,陆明峰眸光压迫性,极强地看向苏已成,你想要多少钱,才能了结这出闹剧,苏已成冷喝,又是这高高在上的施舍态度,我不要钱,也不奢望你那娇贵的弟弟给我道歉,我只要陆明峰,以后别再来招惹我,离我越远越好,苏已成话音刚落,转身就直冲顾家大者而去,陆素月躲进陆明峰,用只有二人能听得见的声音说,如果你再敢靠近他,我会让你失去现在的一切,陆明峰脸色惨白,他不明白,陆素月为什么会帮自己的替身来对付 他爱的不是顾寒周吗,一场好好的生日宴会,如此收尾,苏已成在外面散步,收到了许多人发来的消息,顾寒周问他去哪了,气消了,还不赶快回来,苏已成没回,而是直接点开陆素月发给自己的图片,图片是对准脖子拍的,密密麻麻的红枕子,还有手臂上也是,苏苏,我好难受,你还找我好不好,苏已成眼睹微缩,怎么会这样,不明白陆素月明明已经提前吃了过敏了,为什么还会过敏,眼前这个毫无尊严跪在自己面前的人,当真是众人眼中金贵高傲的白月光吗, 话街上级,苏已成得知陪素月过敏,于是立即找到陪素月,她正坐在路边,脸色异常苍白,见到苏已成来,陪素月连忙跑过去抱紧了她,脸颊贴着苏已成的脸,苏苏,我好难受,苏已成将她的袖子往上滑,眼瞳微缩,一大片密密麻麻的红疹子展露眼前,她抬起头问道,你根本就没有提前吃过敏药,为什么还吃了两份芒果蛋糕,陪素月捕捉到了苏已成眼里的一份担忧,她欣喜若狂地笑了起来,苏苏在关心我吗,� 苏已成忍痛花了钱,给她弄了个VIP病床,然后看着护士给她挂水,苏已成便想离开,陪素月惊到,连忙起身,双眸通红地要跟着她,苏已成吓了一跳,我去食堂看看,有什么你们吃的,陪素月坐在病床上挂点滴,眼巴巴地盯着病房外,等苏已成回来,很快,苏已成提了一碗粥进来,陪素月看见她回来,眼睛都亮了,苏已成将粥放在一旁的桌子上,告诉陪素月以后别再做这种自残的方式,博取别人的同情,她这样只会让轻者痛,� 投者快,陪素月闻言,询问苏已成会不会为她心痛,苏已成不带任何犹豫的回答,不会,陪素月听到这两个字,眼里的光一下子暗,苏已成把周围给陪素月,然后开始询问摄像头的事,今天你能拿出监控,并不是巧合,所以,你一直在监视我,陪素月没有承认,也没有否认,她避开话题,幸好有监控,还苏苏清白,不过,不管有没有监控,我都永远相信苏苏,苏已成忽然站起身,甩开对方的手,她俯视病床上的陪素月,不要转移话题,你是不是一直在� 监视我,陪素月意识到,这件事情不能轻易混过去,于是可怜巴巴的解释,苏苏,我只是太想关注你了,没有监视的意思,苏已成心想,那就是承认了,陪素月,你这种行为,是在侵害我的隐私,陪素月见她生气,连忙道歉,今天我很谢谢你们为我解语,但是我不喜欢被人监视的感觉,这种行为,已经触及到我的底线,请你把那些摄像头全部处理掉,苏苏,我只是想要时时刻刻见到你,不会有其他的企图,苏已成见她不想处理,连说话的语气都变得淡然起来,那就没什么好 说的,摄像头我会自己找人清理干净,还有我父母的事情,我会自己想办法,不劳你操心了,从今天开始,我们私下不要再有网牌,断得干净一点,我不想和顾寒舟的白月光不清不楚,话音刚落,陪素月便紧紧抓住苏已成的手腕,卑微地哀求,苏苏,你还不肯相信我吗,苏已成甩开陪素月的手,后退了几步,你好好休息吧,说完,便转身离去,陪素月连忙扯开手背挂点滴的针孔,帮忙下了床,双腿弯曲下跪在苏已成的身后,手腕� 手腕牢地攥住苏已成的腰肢,她以一副摇尾起怜的姿态,跪在苏已成脚边,脸上挂满了泪水,连忙道歉,我知道错了,苏苏不喜欢,我马上就把那些监控全部清理干净,苏已成回过头,却见陪素月像条狗一样,双膝,跪在自己眼前祈求原谅,怕魔光微震,她意识到,没有人会为了演戏,而把自己搞得这么尊严尽尸,陪素月仰起谋,吃望她的神明,苏苏不要走,不要抛弃我,陪素月,你就那么喜欢跪在我脚边做我的� 苏已成并不理解,如果这种感情是喜欢,为什么不明说,为什么不正确地追求,陪素月文言大喜波旺,我可以吗,我可以和苏苏并肩而战,可以光明正大的说喜欢你 白月光竟然背着霸总,在医院与小提身上演嘴唇打架,明明主动的是小提身,两红心跳的却也是她,发街上级,陪素月哪里敢有这样的奢望,国外两年的治疗,让她无法轻言说喜欢,可他们却没办法让我戒掉苏苏,只有爱苏苏这件事,还能让我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,苏已成未曾回话 她与陪素月吃恋祈求的目光对上,半赏才说,陪素月,你可以说喜欢,陪素月呼吸一致,她的世界好似只有对方一个人,得到允许之后,陪素月近乎痴迷,被苏已成说出这几个字,得到回应,陪素月眼睛瞬间亮了,说了一遍又一遍,苏已成伸出一只手摸了摸陪素月的头发,问然后呢,陪素月不知道也不确定的可以有然后吗,苏已成也没打算她回应,既然想亲近你,又不想,我抛弃你,那就必须按照我的游戏规则来,你要听我的话,不可以对我有任何的 首先就是,把摄像头清理掉,陪素月点了点头答应,仍然握住她的手腕,害怕对方离开,然而苏已成却拉着她回病床上继续输液,护士被气得半死,又重新给陪素月挂了点滴,一边教育道,你这个过敏反应严重,一定得暗示是要好好输液,还得留院观察几天,两个人乖乖被护士教育,连忙点头,等到护士忙完走后,陪素月就拉住苏已成的手,询问苏已成,今晚可不可以不要走,苏已成表示,最多可以陪她一个晚上,如果时间太长,顾寒舟又 又该发脾气了,陪素月从她口中听见其他男人的名字,眼神不由地暗淡了一瞬,看着对方逐渐失落的表情,为了安抚陪素月,苏已成只好伸出手,又摸了摸她的头给予安慰,片刻后,陪素月又扬起一门笑容,苏苏,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,我的手下已经查明你父亲他是被冤枉的,他们提交了调查报告,伯父三天后就能出来了,苏已成看完盖这印章的公文,眸光威震,陪素月清楚地见到她眼中的喜悦,在适当的时机,她却又小心翼翼地问苏 苏已成,自己可不可以提出一个要求,你想要什么,可以提三个,陪素月希望以后的每天晚上,不可以与她同她而眠,可以,苏已成补通道,但是不可以对我动手动脚,陪素月眼巴巴地瞧着她,我现在还想吻,苏已成就坐在床面,暖白色的灯光,照着二人的面,一股难以言说的暧昧氛围胶着起来,苏已成主动将唇贴了过去,陪素月眸中瞬间疯狂,她用另一只手,扣住苏已成的后脑勺,肆无忌惮地侵略着,苏已成眼尾泛了红,慌芒之 中,白皙修长的手指,紧紧抓住陪素月的衣领,明明是苏已成主动的,却反客为主,唇枪舌战中,被啃咬得干净,苏已成快要呼吸不过来了,帮忙地推开陪素月,踏了她被咬破的嘴皮子,她恼羞成怒道,不可以稳这么久,陪素月的双眸,流连在她的唇上,咽了咽口水,却又不敢再过分地继续,苏已成不禁一些头疼,要是被顾寒周发现,又该怀疑了,到时,她俩一起玩完,苏已成刚想到这里,手机铃声便响 是顾寒周打来的电话,你到底去哪了,还不快滚回来,不就是误会,你偷东西了吗,我跟你说对不起行了吧,男人看似是道歉,实际上,她的语气像是别人欠了她八百万,这群高门权贵,永远都不会低下头,承认自己有错误,就算有错,错的也永远是别人,我今晚不回去,电话那头静了一米,苏已成,你是不是勾搭了别人在外面私混,我警告你,你敢背叛我,你就死定了,苏已成直接挂断了电话,陪素月见状,眼神里泛起心疼,她握住苏已成的手,苏 苏已成,你不喜欢顾寒周了对吧,苏已成看着手机,应付得回了几句,就没喜欢过那个傻叉,这时,苏已成收到沈元发来的消息,她点开与沈元的对话框,是陪素月的个人文件资料,陪素月见她这般就知道,她没有听进去,不知道想起了什么,她低眉正正望向苏已成的手,与其小心翼翼,苏苏,我想问你一个问题,苏已成专心地望着手机,并没有发现她的异常,是一套问,陪素月紧张地抬起头盯着苏已成的脸,缓缓道,你有没有和顾寒周一起做过饭 白月光紧张地询问小提声,是否与霸子为爱鼓掌过,此刻苏已成专心地望着手机,乍然听到这问题,她缓缓抬起头,反问,怎么你介意,陪素月急于否认,我只是想知道,如果苏苏不愿意说,那就不说,苏已成自然没有和顾寒周在一起过,但上次在书房,她已经查知道了什么,于是苏已成决定要早点离开顾驾,陪素月害怕惹苏已成生气,于是赶紧求情,此时,沈元再次发了警察消息过来,告诉苏已成,一年前,陪素月的父亲被人注射了药物,现在还 关在精神病院,她那个小三合记得,则生死不明,陪素月在那之后,就成了陪家实际掌权人,她非常不简单,提醒苏已成一定要小心,苏已成看完资料,抬起头望着眼前的陪素月,她在自己面前,倒是纯粮无害,想不到这么好的下心,陪素月保证以后再也不问有关于顾寒周的事情了,因为她生怕毁掉好不容易与苏已成的二人世界,见到苏已成,在看她,纯粮无害的眼睛瞬间一亮,狗狗尾巴似乎也冲着主人非常方快地摇了起来,听说只有狗狗的爱是永远 终成绝对唯一的,陪素月也是这样的,苏已成接这瓶水快掉完了,于是让护士来拔针,她则继续查阅审员给自己的资料,与此同时,叮铃铃的声音不断传来,看到是顾寒周打来的,苏已成脸都黑了,陪素月忽然伸出手,将电话给挂断,可是下一秒又打进来,陪素月再次挂断,可电话依旧不断响起,苏已成只好将手机设置成静音,夜幕降临,陪素月掀开被子,向苏已成发出了睡前的邀请,苏已成放下手机 跟陪素月挤在了一张病床上,她背对着陪素月,闭上了眼睛,陪素月感到十分满足,她将手臂试探地搂住了对方的腰,又见对方没有任何反应,陪素月搂得更紧了些,苏已成感受到背后的温热气息,灼热无比,尤其是身后,某个硬物个的她很不舒服,于是让陪素月离自己远一些,然而陪素月并没有听她的,反而愿发过分,我情多自惊吧,苏已成深吸一口气,让她自己去解决,陪素月细血地询问,苏已成是否也会自己解决,苏 苏已成忽然睁大了眼睛,蘑菇弟弟此刻紧钻陪素月手中,让她感到羞涩和紧张,双手紧紧钻着背部,陪素月,你松开我,别太过分,陪素月半哄半撒娇,半诱惑的保证会苏已成舒服的,苏已成起初也抵抗过,但是架不住陪素月那个劲儿,她喘息着仰起头看向陪素月,双眼微微失神,在陪素月的诱导下,苏已成在对方的手中交代了自己的秘密,陪素月品尝了一下手指,告诉苏已成她是甜的,苏已成羞涩地让� 苏已成的额头,然后抱着她安心入梦,不是瞧不起,她这个替代笛,为什么还要带她出去过二人世界,陆明尘陷害苏已成的事情败露后,当晚回家,便遭到养父母的责怪,陆伯廷痛斥陆明尘满口谎言,栽赃陷害,称其在顾家丑态百出,令陆在颜面禁尸,陆明尘揪着大哥的衣角,寻求庇护,陆明封站在弟弟跟前,主动承认错误,并承诺,会好好教育陆明尘,陆伯廷无奈地叹了一口气,你太纵容 他了,这次他能出诬陷别人偷东西的事情,下一次就能闹出人命,你的溺爱会害了他,陆夫人冷声警告陆明尘,你的银行卡我已经停了,车钥匙也没收,这段时间不准去跟那些狐朋狗友私混,明天起,去你舅舅的公司当会计,不做出点成绩,卡和车钥匙是不会还你的,陆明尘低着头,眼神里不服气,又夹杂着一抹愤愤的恶意,凭什么这么对自己,说到底他,就没把我当成大儿子,他怎么不跟着他的宝贝儿子一起是去,陆伯廷离开前,嘱咐陆 准备两份赔罪礼物,一份给陆家送去,另一份给陆家,也因为今天的事与他们结仇,一夜过去,苏以辰早起穿衣服起床,收拾了东西,便准备回顾家,他一边收拾一边道,医生让你留院观察几天,这段时间就不要出去走动了,我先回顾家了,陆素月等他收拾完,揽住苏以辰的腰,苏苏,只要你想离开顾家,我随时都可以舍命陪你,苏以辰满脸悲谢,别说的好像要殉情一样,能和苏苏殉情也不错,苏以辰推开他,我还要 活到九十九岁,好好享受生活,别说丧气话给我听,陆素月现在是委屈的狗狗了,那他就陪苏苏一起活到九十九岁,苏以辰留陆素月一个人在这儿,他到底不太放心,你自己好好待着,陆素月又黏了上来,想要离别稳,苏以辰伸出食指,轻轻点在陆素月唇上,医生没有让你出院,就不可以出院,要听话,我才允许,陆素月此时此刻,哪怕心里在痒痒,在面对苏苏的指令的时候,他也变得听话乖顺,谁是掌控者,谁是臣服者一目了然,陆素月没有半 眼巴巴的目送苏以辰离去,就在这时,金助理发来消息告诉他,苏以辰与顾寒舟签订的两年协议文件,已经发在他的邮箱,陆素月眼底,透出一抹疯狂的笑意,一股莫名的兴奋充斥脑海,那就意味着,两人之间没有感情,有的只是一纸协议,顾寒舟见到苏以辰,出现在顾宅大门,一股无名火充斥心头,质问他,最晚夜不归宿,去哪里私混,苏以辰没有告诉他去哪里,这也惹怒了顾寒舟,男人一把钻住苏 苏以辰,你什么态度,苏以辰没有辩解,只是低头赌气地说,反正在他眼里,自己只是一个小偷,顾寒舟一时语音,也知道自己错怪他在先,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,你还想怎么样,何况那件事情,不是由我调起来,可是你根本就不相信我,苏以辰清澈的双眸,满是被心爱之人误会的委屈,难受与绝望,他内心则忍不住吐槽,演戏好泪,顾寒舟看着他那双清澈的眼眸,不由得正着,他伸出手拇指,踏实了苏以辰眼尾的泪,这双眼睛,是� 素素不一样的,眼睛全是对自己的满满爱意,这样的感情,他想要战影,顾寒舟稳了稳心神,强势地将苏以辰拽入自己的怀中,坐在沙发上,苏以辰疑惑地坐在顾寒舟的大口上,不知道他又要玩什么花样,顾寒舟表示,昨天的事情是他的错,为了赔罪,决定带苏以辰去玫瑰山谷,看他最喜欢看的玫瑰花,苏以辰心里暗骂顾寒舟脑的没病吧,正是不干,带他出去过二人世界,不是瞧不起他这个替代品啊,苏以辰眼中内心的 情绪,装着欣喜若狂的样子,他担心裴苏月知道后会不高兴,但顾寒舟向他保证,裴苏月不会知道的,这次就当我补偿,我会好好陪你两天,苏以辰面上笑嘻嘻,内心却在鄙视顾寒舟,总裁豪志千金,包下玫瑰山谷,想与替身来个浪漫之夜,不曾想被自己的白月光,一通电话骗子,他若是知道这一切,只是白月光,想与替身共度粮消,一定会气得跳脚,化街上级,顾寒舟为了给苏以辰赔罪,刻意包下玫 玫瑰花海,想与他过二人世界,其实他的一切好意,都是有目的的,苏以辰抬头望着漫天流星,以及漫山遍有红玫瑰花,心中也不忘记放弃警惕,顾寒舟环绕着了苏以辰的腰,从身后抱住了他,笑意与热气自身后传来,苏苏,喜欢吗?苏以辰心中毫无波澜,但仍然配合着说喜欢,顾寒舟想到,上次在书房之中没能得到,心中暗自盘算着,在这花海中异常素援,他看着苏以辰,眼神逐渐变得灼热,于是想要解开 苏以辰衣服的脸后,苏以辰心里想骂人,他伸手阻拦住了顾寒舟,以气失落,可是先生,你不是喜欢素素吗?顾寒舟却毫不在意,说重要的是,此时此刻,苏以辰属于他,话音一落,顾寒舟便想吻他,苏以辰刚想跌过头,电话铃声突然响起,顾寒舟瞥了一眼来电显示,是裴素月打来的,静谱的空间只有两个人,电话那头的声音,苏以辰也能听到,裴素月的声音虚弱又痛苦,他说自己都未病犯了,一个人在酒店,请求� 苏以辰先躺在休息,然后发个定位给他,他现在赶过去,那边电话挂断,苏以辰望着顾寒舟,有些失落地问他,先生,你不是说会陪我玩这两天的吗?顾寒舟脸色一沉,诉诉他身体向来不好,我必须回去,你自己在这玩,钱我都付了,说完,顾寒舟甩开苏以辰的手,转身离开,落大的玫瑰山谷,只剩下苏以辰一个人,他心中暗自感叹,裴素月又就他一次,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在这里度假,尽管这场度假,似乎并不如他所愿,但苏以� 苏以辰依然感到一丝幸福,他真怕再眼下去,自己都要工伤了,就在苏以辰仰着头看星星时,一双修长的手,环绕住了他的腰,那是一股毒属于裴素月的香味,他紧紧抱着苏以辰,下巴搭在苏以辰的肩膀上,苏苏,我未病犯了,你都不心疼我,给我打电话,然而苏以辰猜到裴素月会跟过来,他躺在裴素月的怀里,调侃他装病骗走了顾寒舟,就不怕翻车吗?裴素月将下巴抵在苏以辰额头上,笑了一声, 我给他的是错误的定位,金助理也会帮我错他三天,苏苏,这期间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,你倒是会算,苏以辰偏向他的果敢,询问他过敏好了吗?好了,一声开完药,就让我出院,苏苏又在关心我了,苏以辰没有反驳,裴素月看着盛开的玫瑰花,感慨道,苏苏,这里的玫瑰花真漂亮,能和苏苏过,二人世界真好,顾寒舟花大价钱包场玫瑰山谷,到头来却被你一通电话骗子,他要是知道了,一定会气死,我巴不得让他早点知道,我与苏苏才是天生一 对,苏以辰和裴素月都期待着顾寒舟,发现自己的白月光和替身,双双背叛他的那一刻,他们想知道顾寒舟会有怎样的反应,苏以辰提醒裴素月不要告诉顾寒舟真相,裴素月一步地问为什么,苏以辰没有回答,只是告诉他,时机还不成熟,裴素月捧着苏以辰的脸,两年协议期一过,苏苏就可以离开顾寒舟了,对吗?苏以辰双眸不动声色地看向他,苏苏不要怪我查你,我只是想要苏苏早日离开顾家,我有责任和义务帮助苏 苏苏分担一切烦恼,毕竟苏苏已经收下我这只小狗了,随后他调皮地舔了舔苏以辰的手指,这一幕让人忍俊不禁,苏以辰害羞地收回手,面颊泛起一抹红韵